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首先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交流会 给你们的到来再次表示真心的感谢 给自己一个掌声好吗 好 谢谢你们 大概我刚才看了一下 咱们香港的同修提出的一些问题 很有深度 证明大家都是练家子 真正的在实践 现在修炼者大部分是嘴皮子到的比较多 像你们这种真正实练 才能提出一些实练中客观真实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就因为问题比较多 有十二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边回答问题中 边给大家查一些相关的知识 第一位呢 问到为何有段时间在每天早上三点钟 天冷都很热会出汗 而且很湿更换衣服 那这个三点钟在我们的这个子丑银毛时间里 它是属于银食 银食是这个 就是银属木 木生活 所以通常在三点到五点银食 那么在传统叫人生于银 就是我们的这个人 在十二时辰里面 银食跟我们的人事至关联系的比较密切的一个时间段 那这个时间段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时间段你的这个自己的阳气 因为木生活阳气开始生发 所以通常你像我吧 我在这个时辰内 银食三点到五点这个时间 一定会自动的醒来 自动的醒来 那为什么会自动醒来 就是体内的这个气 木开始生发 木它就是要舒展 树木的木啊 外面的这个树啊 它的这个特点有生机的木 它就是要伸展 它就是要升华 所以当这个纯真的木 生起来体内的时候 你的火就会瓦 所以这个时间对修炼人来讲 你醒着也好 不醒着也好 通常身体都有一个这样的阳气生发的这么一个感觉 那么这位同学我刚才是跟他这个聊过了 他是有修内丹弓的 那么修内丹的 你跟着这个 我们这个 时空点来讲 在饮食通常都要起来打坐的 我们叫自然醒 睡着睡着中间自然醒 醒了以后 那你这个时间是最好的打坐的时间 那么说太早了 我这白天会累 所以这个时间你起来打坐以后 把这个生发的这股气凝聚 借着天地的这个时空 凝聚了之后 凝聚完了以后 你会还有一种困意生上来 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睡一觉 我们叫睡个回笼觉 就是再睡一觉 再睡一觉 那么会睡得很香 那么大概一个多小时 你再起来上班 那么这个是要这样来安排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火 我们的身体是不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 你也没有办法炼丹 所以炼丹的炼字是个带子火子变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那么就是要注意 湿了 衣服湿了不要紧 那么就是该练练 完了以后 回头再换一身衣服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那么在特殊的这个时间练功 你的体内还没有达到纯阳 体内的很多阴 在阴性的东西在练这个过程中 都要通过这个阳火升起 通过汗排出来 它是无非是两种方式 一种是出汗 一种是通过大小便 排出体内的阴性能量 阴着的东西 所以你的毛孔开的还比较好 肺精运作的比较好 那么它出汗是正常现象 不要当成什么不好的现象 所以这个要知道 在同一段时间有两晚睡觉 在这个江睡 未深入的半睡半醒间 见到自己是一个北皮 这是什么回事 很麻烦师父 那这个炼丹的目的是为了丹化神 在道家里面它叫丹化神 就是炼成的丹 无论是金丹也好 玉丹也好 还是其他的五行大丹也好 五行大丹 它是来自我们的心肝脾肾肺五脏 五脏实际上都是五个气 五个气里面的能量凝聚以后 都可以形成这种球形的能量团 所以这个叫五脏大丹 又叫五行大丹 因为我们的五脏心肝脾肾肺 它里面凝聚的能量 就是象我们肝里面凝聚起来的木 它就是绿色丹 脾胃里面凝聚起来的 它就是黄色丹 心里凝聚起来就是火龙丹 那这些都是 什么叫丹 丹是去内方外缘 里面实际上是一个立方体的结构 外面是一个圆形的 那么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大家理解磁铁 我手里这是一块磁铁 磁铁放在里面它就有个磁场 磁场它就上下左右前后怎么样 都有一个场 它是个圆形的场 所以从这个地方去理解 那么炼丹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五脏都有神 包括我们将来我们炼丹 它是叫五行大丹 五脏大丹 它是在我们的心肝脾肾肺里面炼成的 那么最终还要炼成三颗丹 就是下丹田 中丹田 上丹田 那么这个就有五行凝聚起来的 上中下三颗丹 三颗丹以后 将来成就以后 都可以化神 就是五脏丹它化出来的叫五脏阳神 那么都各有起名字 你比方说新阳神的名字叫丹圆 它有形象 是什么形象 北鼻的形象 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北鼻形象 那这位同修他练得不错 但是他这辈子是瞎胡闹的练 它是上一辈子练得不错 人有前生后世 所以是那无意间连通了过去世的修炼的成果 所以这一世你无形中把这个丹练成了 练成了以后 丹一定要化神 什么是丹 什么是丹 它呈原相 里面是高密度的光 凝聚成的一个体 所以它叫丹 不是大家理解的 它只是一股气 或者只是一点光 它是凝聚起来的压缩的一种能量团 它外面呈原相 所以是我们叫圆形大丹 圆形大丹 那么丹化神之后 这个神他出来以后 他要经过一个从baby到儿童到少年到成年 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 实际上我们的体内有三个神的系统 一个是阴神系统 这是普通人所具备的 也就是我们的心肝脾肺肺 眼耳鼻舌身 实际上每一个组织里面都有个神在 那这个神是不经过修炼 他就本身具足的 具有的 所以在baby状态 它是属于霉染的状态 那它是阳体 叫纯阳体 同真体 但是随着我们女的到了14岁之后 男的到了16岁之后 开始跟这个食宿间的七情六律发生染污 我们的神开始吸收了大量的阴性能量 所以这个时候就激活了自己的阴神系统 阳神就开始退出 由阴神主宰着自己的心肝脾肺肺了 所以我们在心肝脾肺肺五行里面 都有阴五行和阳五行 那么在五脏里有五脏阳神和五脏阴神 这一个系统 那么我们修炼的过程中 就要把五脏的阴神给抑制住 阴神是让你作恶的 阳神是让你产生德行 建立功德 建立福报 然后自己成就的 所以我们要抑制自己的体内阴性能量的摄入 强化阳性能量的摄入 这是我们修炼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叫地阴增阳 就是把阴的东西洗涤出去 把阳的东西增进来 那这个时候就激活了自己的阳神 阳神体系 那么在阳神体系的帮助下 那么最后叫真神体系 就是我们从五脏的阳性能量 最后转成真性能量 这个阳性能量跟真性能量 它有个什么区别呢 就像大家看到我手中这个红柱 这是什么 这是纯红色 所以它在这个叫阳火 纯红不透明 这种带火性的能量 它叫阳火 那么如果是把这个练到透明体 就像这个透明一样 透亮 它是红 但是能够看到对面 通过这个珠子能看到对面 这就叫真 这个叫真 那么不透亮叫阳 透亮了之后 透明了 这叫真 那这个练到真的时候 在佛法 它就叫五方佛光 因为佛是纯净透明的 没有障碍的 所以它叫五方佛光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道门中 叫五方真光 真假的真 因为你有染它就是假 无染才是真 那么这个就是 都是整个的这个修炼过程中 那么所有的这个都是光的组合体 能量的凝聚体 那么单化神的过程中 那么就有一个光中化神 这么一个过程 光中化神在我们佛教界 在阿弥陀经的这个佛战中 特别提到了 我们修炼要修那个无量光 当我们拥有无量光 在把它凝聚起来的时候 光中化佛无数亿 化菩萨众什么 亿无边 也可以化出很多神 神的这个系统 神的系统有阴神、阳神、真神 真神就是佛了 那就光中化佛无数亿了 所以当你的这个 这位同修他提到 他看到一个古铜色的一个圆球 在自己的体内 那古铜色的圆球 它是真 它还是阴 它还是阳呢 所以如果是纯净的古铜色 黄铜 那它就是黄色的 黄色不透明 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 阳的系统 是阳的系统 那么黄色 阳的系统 它是属于哪个系统呢 所以我们的脾胃属于黄 属土 颜色属黄 所以你练出脾胃的单的时候 那么它就属于黄不透明 古铜色 一个球形 那这个炼成了以后呢 它画出的神 所以你过了几天 你又看到一个baby 那就是你的脾胃阳神系统 就修炼成功了 就是看到这个baby 那这个baby 你关到它了 不要去管它 它自己会生长 神性系统 它比我们人聪明的多 它自己会生长 所以看到baby是正常现象 不要把它觉得是很可怕 或者怎么回事 那这是哪里来的 担心 不用担心 这是很好的现象 这是证明你这个修炼的是对的 但是呢 还没有学会修三丹田 这是下丹田 中丹田 上丹田 你还只是修五脏丹 因为这个是黄色不透明 它是属于五脏丹的系统的阳性 阳性能量的凝聚 那这个大家修炼要注意 一定要找个日月明的明师 明师是什么老师呢 就是明白的老师 咱们中文挺有意思啊 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出名的明 一个是明白的明 这种呢 今天在这个社会上 这种明师很多 出名啊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是很出名的 他很出名 谁都知道 我们修炼界的师父 像这种师父很多 所以是出名的老师很多 但是出名的老师 是不是就是这种日月明的老师呢 未必 因为我们在修炼中 有两个东西大家也去掌握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精 一个是法 这个精是什么 精是记载法的文字 比方说我们的金刚经 金刚经的话 它是佛经 佛经 那么它通过文字来记载的里面 使我们 使自己正处自己的法身如来 金刚不动身 这个自己的自信佛 这么一本经 那么在金刚经里面 给着我们大量的技术方法 那么现在很多人只会讲经 不会说法 记住啊 我们传统叫讲经 说法 举个例子大家比较容易明白 什么叫讲经说法 大家今天不是来跟我学佛法 不是学道法的 你们是来跟我学炒菜的 好 老师拿了一本这个炒菜的书 念给你们听啊 这粤菜的特点是什么 鲁菜的特点是什么 什么什么菜的特点是什么 然后粤菜要怎么做 鲁菜要怎么做 跟你讲了大半天 你会不会炒菜 你会不会炒菜 说好老师讲完了 你给我下去做菜去 说老师你还没教我 对不对 你还没教我怎么炒呢 这个前面这个部分呢 是告诉你 好我们这个西红柿炒鸡蛋 要怎么 要准备什么材料 要最后怎么爆锅 油烧到什么程度 油烧完了以后 要先加什么调料 最后加什么调料 先炒鸡蛋还是先炒西红柿 对不对 那老师在这说的时候 都叫讲经 懂不懂啊 然后什么是这个说法呢 哎 带着你下厨房去做去 那就是说法了 边做的时候 师父在那炒菜了 看着啊 这个火要调到什么火候 然后这个油纹要掌握好 冒烟了就糊了 这个做出的菜就不好吃了 那么如果油是凉的 你下锅炒煮的菜也是很难吃的 所以你要掌握这个油纹 油的温度 这个温度好了 差不多了 下这个调料 下那个调料 现在炒鸡蛋 把鸡蛋炒好了 放在那儿 再把西红柿下锅 最后西红柿炒差不多 再把鸡蛋看着我怎么下去了 然后一炒 一吃 哇好吃 好吃 那最后的结果要炒到什么 好吃 那这个老师教的方法管不管用啊 管用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经典 在皇帝四经这本书里面 他提到了两个关键的东西 就是金和法 这两个东西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那会说法的人 未必会奖金 大家知道我们传统的厨师啊 传统的厨师带徒弟是怎么带的 根本就不在这儿教炒菜树 所有的都是 某家的孩子要学大厨师 师父是在厨房里教他的 你看看我怎么切西红柿的 我怎么打鸡蛋 我怎么嚼 他没有说为什么要这么讲 为什么要这么切 为什么要这么吵 他不讲那么多的 徒弟问说师父为什么要这样 我这样不行吗 那师父说你要不要学 不学滚蛋 你要学老老实实的跟着我学这个方法 为什么 他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说我在这一生中 我遇到了五十多个师父 我好几个师父 我跟他问说 师父你教我这个东西 你得讲个道理给我听听 你为什么要这样练 他说你学不学 你不学你滚蛋 你师爷就这么教我的 我哪里会 我又没赌大学 像你那么个嘴皮子喱喱会说 你要跟我学 你就老老实实就这样学好了 那学好了学会了 你赌了大学了 你有那么多学问 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练 师父反正说你要说道理 你要说给我听 那么什么化学变化 还是物理变化 还是量子科学 还是什么宇宙科学 他师父根本就没学这个东西 他没学这个东西 老师父他哪学这个东西 他不懂 不懂 但是他会练 会练你跟着他一练 出来东西了 出来东西 所以是会说法的人 未必会讲经 那会讲经的人未必是会说法 那如果是讲经不能说法的人 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什么 嘴皮子道 什么叫嘴皮子道 就是嘴上说着 把那个西红柿炒蛋说的特别的好 然后实际上他炒不出西红柿炒蛋那个味来 这能说不会做 能说不会做 今天在社会上我们遇到的很多的聪明的诗 就是这种诗 但是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嘴皮子道 没有真正的把佛经中 道经中的技术方法 验证出来 说法的师傅 他一定是真正的做过了 就是我刚才说一个厨师他是不能讲经的 他不会讲这个炒菜 为什么要这样炒 为什么 但是他带你下厨房 他会不会做菜啊 他不会说菜 他会什么 做菜 所以是这种师傅叫法师 法师 他可能是没有学问 谁呢 六祖会能一个大字不认识 对不对 所以他在不认识字的时候 他不能说经 但是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法师 什么是法师 就是五祖点报他以后 他自己通过实证一通百通了 一通百通了以后 他还是不认识字 不认识字 所以他既然是把这个东西已经做过一遍了 做过很多遍了 他都自己验证了这个东西了 所以是那么经中又是记载这个技术方法的 所以是当他讲经的时候怎么办呢 他身边站着一徒弟 然后拿着一个佛经 讲经讲经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他因为是不认识字才念不出来 徒弟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他好 停一下 我开始讲了 一句话 讲了两天没讲完 讲经诗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他是说法师 他能够讲经讲出一套套的 他都是实证的 告诉你怎么因无所住 你住心就不对了 你把心停留在过去不对 停留在现在不得 停留在未来不得 这一句话他讲半天你才明白 这样才是因无所住 那么应该有空性有证件 然后在空性证件里面最后出来 抓住一个事情的要点去突破 而生其心 当下解决问题 他就把这个东西通过两天的时间跟你沟通 用他的话 把你说到你懂了 你明白了 明信见信了 这种是什么 这种是通过自己的验证 说法师是什么师傅 他把所有的经中记载的实验方法 技术方法都自己做过了 做过了以后有实验经验了 我当时学炒菜 我有个老师他就教我 因为我这个做事喜欢天马行空 但是这个师傅特别好吃 他说你下厨房给我做个菜 结果我炒的那个西红柿炒蛋 鸡蛋是黑的 他说你就这样师傅还要教你 连个炒菜都不会 你还想跟我学这个炼丹 那你炼出个丹也是个黑的 他说要掌握火猴 说你食宿间都不会掌握火猴 你这个自己体内的这个炼丹火猴怎么去掌握 他说来来来跟我下厨房 下厨房 说油油什么时间会热啊 我说哪里知道 我看着冒烟就热了 说怪不得鸡蛋是黑的 你看着冒烟到下去 一炒锅是糊的 那鸡蛋不就是黑了 既然说那个油是热的 我才知道它冒烟我就知道热了 我又不会去尝一下那个油是热的还是凉的 对不对 谁说笨蛋 他拿一个一根筷子来 看啊 现在我这点火了啊 我把这个筷子插在这个油里面 你看 它烧烧烧 等一会那个筷子刚开始不动 油是凉的 不动 等一会那个筷子周围那个油开始滚了 这个开始滚了还没冒烟 他说好了 现在为什么会滚你懂吧 我说应该是热了 哈哈哈 对不对 那原来是凉的 那筷子周围的油它不会动 现在那个周围的油开始滚了 那不就开始热了吗 他说好 不等着它冒烟 赶紧给我下 这个时候 邪伯隆已经下车了 一炸开 然后是金黄色的 真很好看 所以这是什么师父啊 这是人家这个 他刚开始给他师父炒鸡蛋 我想一定也是炒的黑人出来 他是反复炒反复炒自己 那个新闻士炒蛋都炒了一百遍一千遍了 他磨蹭出几年来了 什么是法师 什么是名师 必须把一个技术方法 经过多次的实验证明 应该怎么掌握那个窍诀的师父 是真正的日月明的名师 是真正的法师 真正的法师 对那些没有把这个经中的技术方法 验证出来的人 我们称他为什么师呢 叫经师 经师 经师是什么师呢 经师就是能够把那个古代汉语的经典 翻译成现代汉语 把这个汉语经典翻译成英文的老师 把那个梵文印度文翻译成华文教给你的 那个就叫经师 现在明白了吧 我现在是个中国人 我叫外国人怎么炒菜 我拿着一本中文书要叫外国人 我必须把这个中文书先用英语给他讲 这叫什么师 这叫经师 我没有带他下厨房 所以所有的修炼 无论是藏传佛秘 显传佛秘 道秘 道家的 还是辱学 那么今天大家被经师误导 他在这讲了一套一套的 他从来没有实践过误导了 那他什么 名气他 嘴皮子道厉害 他说的天话乱坠 但是他真的不会做 结果就误导了很多人 找什么样的老师 比较保险的 找这个法师 找真正的日月明的名师 这个就要下点功夫 所以是今天的社会要学着 学生要学会着考导老师 什么意思 你提问题老师答不上来 这个老师不是你要找的 不相应至少 他不会这个问题 他答的你又听不懂 他在答的是对错 跟你不相应 他虽然是大学教授 当你提一个问题 他可以以你的文化水平 讲的你心服口服 讲的你明白 这就是你要找的日月明师 不在他的文化 不在你的文化高低上面 所以今天社会上的人喜欢找这种老师 出名啊 阿门下有多少信众 有多少那个 这个名气太大了 很少懂得去寻找日月明师 就是技术方法 在西藏 在西藏 真正的西藏藏传佛教 一个活佛也好 一个仁波切也好 一个转世圣童也好 那么他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他要经过两种老师的训练 一种是经师的训练 一种是法师的训练 法师的训练是不给他讲经 直接把修炼的技术方法讲给他 带着他要什么 去进去练 进去体内练 下厨房炒 现在明白了吗 就不给你讲经了 法师带你就直接带练 现在让你怎么观 怎么止观 光怎么进去 走到哪里化成心灯 走到哪里化成火龙珠 火龙珠怎么选起来 火要怎么烧 烧到什么火候要直火 再烧糊了 这就是法师 这就是日月明师 他未必会讲经 我刚才说 有些老师傅他不会 但是他能带徒弟 你要找一个经师带了你一辈子 你就惨了 为什么 你根本就下不了厨房 我们今天很多的大学 教烹饪学校的大学生 高中生 你们叫大专生 最后炒出来的菜都没办法吃 厨师学校教出来的学生 炒菜没办法吃 为什么 上理论课太多了 都去研究西红柿有什么营养 要陪着什么炒 讲出一套一套的 结果最后说 你做个西红柿炒蛋给我吃 说对不起 我四年从来没炒过西红柿炒蛋 但是我有大学文明 现在的大学生就出现这个问题 在学校学历大堆没有用的理论 理论是指导你实践的 结果你是学这个电气工程师的 结果到了社会中到工厂里 不懂电气怎么操作 因为在学校里从来没学过 他还要重新学徒 跟着这个老师傅 人家文化比他低的人 再去学实践 脱离了 理论跟实践脱离了 说我们学佛也好 学道也好 是为什么 我们学佛学道只为一个人 你不要做得那么高尚 我要度众生 你要什么 你还是个凡夫的时候 你没办法度众生 因为你还需要别人来度你 你怎么度人家 你一个人烙水了 掉到水里去了 你发了菩提心要去救人 结果跳下去了 跳下去才想起来 哎哟 我不会游泳 这个时候惨了 来了一个会游泳的 一看水里掉下去两个人 人家那个掉下去先 已经到了水中央了 你这还在边上 人家这个人也不懂 你是下去救人 结果先要把你救上来 结果把你救上来的时候 那个人已经淹死了 如果水里只有一个人 来了个会水的 人家把他也救上来了 你这不是添乱子吗 现在很多经师 就在搞添乱子的事 自己不会游泳 只会教游泳的课程 自己从来不会游泳 只会教游泳课程 大家以为他会游泳 结果是度不了人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实践 这个实证 这个教理行政 后面的行和正 这两个字我们今天丢失了 以为我能讲佛法 我就是行政佛法 大错特错 所以说我们学佛也好 我们学道也好 都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你先成就 你成就了以后 你再去帮助别人 叫自度度人 叫自觉觉他 你都还没觉 你怎么使别人觉悟 你都不懂 你怎么让别人懂 你都没炒过菜 你怎么能够教别人炒菜呢 现在大家都是 我看了一本书 我就能教别人了 那你都还没去实践 怎么可以去教别人啊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要重视 那么这位同修 好在他还是个炼家的 但是他没找到真正的日月明示 日月明示 除了他懂理论 除了他能够实践 我先不要说懂理论这个环节 他还要有一个本领 就是他有什么本领 他要知道整个体系的东西 什么叫体系的东西 你在香港上大学 上大学之前你要不要上幼儿园 幼儿园上完了要不要上小学 上了小学要不要上高中 上了高中才上大学 才大学圆满 你想成就结果你直接上了大学 从来没听说有人告诉孩子说 18岁前你不要上学 等第19岁的时候我送你上大学 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所以这个是体系 在修炼叫次第修炼 也说你要找个老师 他既懂小学 又懂中学 又懂大学的 这个可以跟他学 才可以作为医指的名士 我在一生中寻找五十多个师父的时候 很多师父很优秀 他教了你以后 说好了 我这教了你两个月了 我就这么点东西了 你不要以为这就是全部 当时我这个特殊的机缘 你师爷就教了 他也会这个都交给我了 但是别的他不会 你要去寻法 那么我们在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这个《华言经》中也看到这样的 诸佛菩萨的伟大 所有的名师的伟大 所以是所有的名师 当善才童子跟他修学以后 教他完了以后 他都推荐一个老师给善才 说你现在跟我学的这个 你现在要去哪个地方 找另外一个老师 另外一个善知识 学另外的东西 现在可好嘛 这个半只狗粒的东西 他自己还不会呢 来了个学生就hold住 不让人家出去学东西 说你一出去学东西 你这是背识叛道 你怎么跟我学 又跑去跟别人学了 你到了我山头 怎么又去别的山头办妙门了 你看这多么恶心 人无我法无我 凡是他关起门来 不让你跑的这种组织 这种机构你赶紧跑 为什么 他这个别有用心 关门打狗呢 你被人宰了你都不知道 对不对 开门办学 空性无我 见虚空变法界的善知识 你都应该寻找 你有缘的善知识 都应该向他们学习 法门无量试验学 不可能在一个法门中修炼成功 否则释迦牟尼就不用讲十万八千法门了 所以大家要懂得你在寻找明师的过程中 你除非找到一个可以终身医治的 这是个终身医治的老师 他一定是自称体系的 这个体系不是他自己建立 什么叫自称体系 他学了小学 他学了中学 他学了大学 他自己有体系的 不是只给你一个中学的东西 一个小学的东西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个在修学过程中 寻找明师的重要性 不要去谁出了名了 你们香港有很多出了名的 为什么会打广告啊 各种各样的途径打广告 散播一些什么虚假的 什么地球要有灾难啊 什么什么的 你恐吓你 我经常 首先都是从香港传出来的比较多 到哪一年哪一月 人类要毁灭了 地球要毁灭了 有一些还是佛教大德 这个恐吓使人生恐怖 我们修行者即便明天地球爆炸 今天都不告诉你 为什么至少你今天还是快乐的 你不会说明天地球要爆炸 今天就开始恐惧 到恐惧着死 那么躲恶道了 所以你在睡梦中都不知道地球爆炸了 那你还解脱了呢 在快乐中死去了 那你不用下恶道了 对不对 那么真正的修行者 是不说这些什么大天机的事的 说大天机的都不是真修行者 你掌握这个原则 为什么 我们知道自己是灵是不会毁灭的 我们有一个法神佛 近虚空变法界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你死不了 你失去的只是今生的入身 你的灵不会死 所以人死的时候不可以恐惧 不能让他恐惧着去死 只要他不恐惧着死 他就去了善道了 说我知道地球明天要爆炸的 都不能跟你讲 为什么 让你在睡梦中解脱 梦解脱了 对不对 还做着一个梦呢 咭 怎么有个东西炸了 我怎么被那个炸弹送上空里去了 上到天界去了 再往下一看 怎么地球不见了 那你解脱了 你去天道享福去了 这地球要爆炸提前告诉你 你恐惧得不得了 有钱赶紧花吧 没命花了 所以之前太多的事 从里面香港飞出去了 大家不要恐惧 死并不可怕 死是一种新生的开始 叫重生的开始 那是地球爆炸我们去哪儿 我们地球在这个南丹部州 宇宙中有四大部州 只是南丹部州里面一个很小的沙粒 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大银河系 比银河系还大的 我们南丹部州 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你死了 在地球 地球粉碎了 地球不在了 你死不了 你去哪里 你去别的星球上再次转生了 不用担心地球没了 你没地方生活了 不可能 因为为什么 大概弥勒菩萨 还至少经过超过五十亿年之后 才来到这个娑婆世界 使娑婆世界变净土 那个时候地球还存在不存在 不存在了 地球爆炸了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地球的寿命在有五十亿年 差不多就要爆炸了 就毁灭了 能量枯竭以后 它就自我毁灭了 所以你将来你地球没了 弥勒菩萨到哪来度你啊 所以它不是在地球上度你 它在娑婆世界 是整个的我们这个宇宙 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里面来讲的 这个我们现在的宇宙 还大概有一百五十亿年的说明 也就是从开始诞生到它爆炸的时候 大概有三百亿年的历史 所以大家要从这个时空 这个方面去理解 什么叫娑婆世界 什么叫娑婆世界变净土 所以不要听信谣言 也不要什么去在乎 明天地球会不会爆炸 而是你现在你活在当下 活着一天 不要浪费生命 好好修炼一天 只要我活着我就在修炼 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要寻找的是日月明的老师 OK 那这个老师他必须自成体系 他可以有很多的老师 你像这个我们历史上的莲花生大师 莲花生大师他去经典记载的就有七个到八个老师 都是在这个修行中的 比方说龙树菩萨都是他的老师之一 所以没有一个人一辈子只跟一个老师的 就像你这个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你换了很多老师 你才有今天的成就 你到了社会上你做会计师、律师 你做任何一个工程师、电器工程师 那你都要从大学毕业 你还要找那些老师傅求教 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实践家 才能够做带徒弟的一个老师 所以大家要记住寻找日月明师 那么找到这些老师 他必须会教你技术方法 而不是去念地藏经吧 去念阿弥陀经吧 去念什么什么字 不是 这是善巧方便的技术方法 还有内密法 内密法都是要在你的身体里面下功夫的 你念经给鬼神听 念经给什么 冤经债主听 这都是外密 就是在身体外面的 内密是你自己体内必须发生真实变化的 三个丹田都要变化 五脏、心肝、脾、顺肺都要发生变化 那最后到高层次 见虚空变法界 要练我们的修炼叫练神还虚 练虚合道 练道归真 整个宇宙都归到一个点上去 归到你的心间 变成你记宇宙 宇宙记你 我们古代圣贤叫天地立心 你在哪里 宇宙走心就在哪里 到那个时候你就成佛了 所以大家要记住 这个整个的修炼 一定要找一个完整系统 这种的老师去修学 这就是你在寻找的名识 怎么去寻找 考他 什么意思 就是你拿问题去考他 他如果答不上问题 或者在答问题的时候 你知道他在胡说八道 那你就不要拜这个老师 为什么 你都知道答案 他不知道 那你拜他干什么 名气大有什么用 我就 这个人就有个怪毛病 我要是拜这个老师为师 我一定把他考的交呼交呼的 看着他 哎呀我考不到他 我才拜他为师 有几个老师我真的考不到 那么完了以后 我就干做他的弟子 跟他求学 求学一段时间 他说行了 你的水平现在提高 你再也想问的问题 我答不上来了 因为你会提更高的问题 就像这位修炼同修 那他如果没有实证 他提不出这个问题来 那你们在座的很多人 都提不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 你还没到他这个实证水平 当你提的问题 老师不能答了 老师就劝了 我给你师爷的地址 我给你某一个上师的地址 你去找他吧 这才是真正的老师 不是把你当成他的私有财产 统治你一辈子 蒙蔽你一辈子 学打坐十几年 为何只有两次不用呼吸 而且在第二次时 自己感觉到自己的头顶的右上角 是一粒很细的东西在头顶上 无论你是道家修炼还是佛家修炼 那么都要练到止息的水平 止就是stop停止 息就是呼吸 如果你从来没有练到止息的水平 那你还是在素一地中修炼 你没到圣一地 圣一地就是不做凡夫了 开始登地了 叫登地菩萨以上了 这个在道家里面它叫胎息 胎是入胎的胎 胎息法呢 胎息法它是完全口鼻没有呼吸的 它这个呼吸在体内 在胸膏膜跟你的海底慧音中间流转 不是没有息了 息是自心 自心 休息的喜它是自心 它有自心 就是它有股能量在胸膜下面 跟你的慧音中间上气下压 下气上提 要交汇要碰撞 碰撞到轰的一声没的时候 口鼻呼吸也没了 肚子也不动了 刚开始的时候口鼻没有呼吸 肚子还有上下的一个抽一个放 最后的时候 这个抽放也没有了 完全止息 这个就进入胎息 为什么叫胎息 就是像婴儿在母亲的肚子里 它有没有呼吸 没有呼吸 它鼻子都不通 它通过肚脐跟母亲连通 通过母亲的呼吸做自己的呼吸 最开始的肚脐连通也不需要 那就叫胎息 后来慢慢有了叫起呼吸 就是肚脐的七呼吸 通过母亲的肚脐和自己的肚脐联系 因为婴儿有个脐带 通过这个脐带 所以我们出生以后把脐带一减 变成肚脐耳了 明白吗 所以要通过肚脐呼吸 这是在胎息前面要达到的 就是外面口鼻都不呼吸了 肚脐耳进去了 出来了 进去了 又出来了 这个叫起呼吸 由这个起呼吸横向的 从肚脐到命门这个通道连通了 上面的胸肩膜下面 到慧音上面这个十字通道 一个是上下的 刚才是练的前后的 最后前后跟上下连通在中央 下谈前那个点 砰一声 然后没有呼吸了 没有呼吸了 你看你的定力有多久 有的人像达摩祖师一做做九年 九年就什么呼吸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就是高级的功夫 所以他才能够禅化 什么叫禅化 我们中国禅宗的禅字 实际上跟这个禅是一个意思的 只不过这是虫子的变化 禅定的禅是视线的这种化电 所以我们通常把高僧到一个时候 叫禅化了或者叫做化了 这个禅大家知道 他开始是一个虫 一个懒 然后在地底下经过八到十三年 有的神者欧洲现在找到十五年 他从懒变成禅 他一直在地底下 然后到他出来就死了 因为出来经过一个夏天 他秋天他就要死了 所以他为什么还有这样变化呢 他目的是由一个虫变成了什么 变成一个羽化的能够飞的一个生命 禅是不是长痴吧 禅就是那个结了嘛 枝了嘛 所以他这个一旦的从土里粘出来 他那个壳要退掉 退掉壳还在 从壳里面出来一个什么 枝了 出来一个禅 叽啦哇啦的叫 叫了一下天 秋天死了 但是他完成了自己的化变 与化之变 所以我们经常说修炼者要什么 与化登仙 什么意思 就是你也要修炼到像这个禅一样的什么东西 能够从自己的壳里面再出来一个我 然后能够飞走 一化登仙 所以这是禅的本意 他取自这个禅的视线 所以我们修行者通过这个胎息 最后再完成什么东西 完成全身的细胞的一次化变 由普通的细胞变成纯光的细胞 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变成纯光明的时候 你就变成什么了 无量光了 你变成无量光 又有一个身体 这个叫明体 所以我们修行人最后是不是成就的时候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 你一把火把自己烧了算了 你还用那么修炼干什么 费劲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一直没有解决 世纪修炼者佛教中间 他讲究有个明体禁忆 也就是说你不是什么都没有 而是最后修成一个占卜生长这样 然后最后还是这个模型 但是它整个是透明了 你有阴阳有五行它不透明 所以最后它是透明的 这样一看透亮了 这种叫什么 这种叫明体 明体 所以修行人就在化变 使自己的所有东西化变 所以使自己的造诣能够越来越厉害 所以它在功夫界叫明体禁忆 禁忆 不是没有自己 是变成一个透明的自己 变成一个无量光组成的自己 在历史的经典中有记载 莲华生大师 藏传佛教中的一个国王接见莲华生大师 结果是他想跟大师亲近一下 然后就去拍他的肩膀 结果这一拍肩膀直接拍到椅子上了 莲华生大师还在那坐着 因为莲师坐在这儿 他用手去拍他的肩膀 结果是下去没扶到肩膀 弄到椅子上 再一看怎么莲师还在坐着 那告诉你什么 莲华生大师已经是一个透明的 没有这种着身的一个透明体了 这是真实的 这是历史 这不是人为编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最后修成了 在法界里多了一尊佛 叫报身佛 你的发身 报身化身合成一体了 是真正有一个你 如果没有你 就不用那么费劲 让你在活着的时候 修三十二相好 修八十随行好了 所以既然要用肉体做模子 成就你的佛像 那你不能长得太丑了 大家知道佛德庄严 佛像庄严 在法界有没有很丑的佛 有没有很丑的菩萨 没有 都是三十二相好 那他怎么练的 他就是在活着的时候 把肉体都要练到三十二相圆满 他在法界才会三十二相圆满 现在明白了吗 所以大家不要去乱追求一些东西 你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的名师 医治他从系统 用系统的方法成就 那么我们这一生来到人间 为什么 你干什么来的 所以是像在座的各位 在网上肯听这个课程的各位 你们来到人间 根本就不是追求吃喝玩乐的 你们很讨厌这些东西 你们跟食宿凡复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追求住什么样的房子 用什么样的床 开什么样的车 激进生活的享受 银行最后死的时候 存折上还有几百个亿没有花完 这是食宿人的一场大梦 没有意思 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 一切为空 修行者是修这个空不空 就我知道死后什么都空 那么我现在把什么都修成光泰的 他就不空了 因为光泰的 他处于光泰的就是能量泰 能量可以转世 这个在今天的物理科学界叫能量守恒 直能忽变 你今年今生没有豪宅 但是你今生做了很多的功德 等你在极乐世界建净土的时候 今生的功德因为没被你消耗 所以在极乐净土就多了几块金砖 多了几棵宝树 都是你的功德去划变的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修成唯心主义 它是唯物主义 是大唯物主义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肉眼不可看的 真实存在物 科学家为我们解密他们真的存在 出于暗物质、暗能量 在暗空间中存在 所以大家要明白 所以这个胎息是我们修行中很重要的 要经过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位同修不错 他误打误撞进去了 为什么我说我认识你 实际上认识的不是你今生的肉身 我们人跟人的见面是零跟零的碰撞 是前生前世 大家都在道门或者佛门中做过师兄弟 做过修炼者 护卫师徒、护卫师兄、师弟 那么这个才有这个缘分 今生共同的一起再重新修炼 所以是你的前根太厉害了 这个叫无师自通 没有人教你学这个胎息 结果你自己闯进去了 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很可惜 因为应该每一做都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不是误诈误撞 偶尔的才进去两次 那么你在第二次发现 这个在自己的头顶上方有一个点 那个点很亮 那这是什么 这个在我们的密法中叫白菩提子 白菩提子是我们的腹精凝聚起来的 我们在下腹腔有个红菩提子 也是一个点 那是我们的母血凝聚起来的 所以你只有通过这个胎息 进到自己没有自己的时候 这个时候自然而然的红菩提 会上升融化白菩提 那么这个叫水火祭祭在易经里面 也是白的是水 红的是火 火在下面水在上面 这个叫水火祭祭光 只有水火祭祭的才能干露菩降 才能醍醐灌顶 然后您才能够真正的整个大化和宇宙同化 跟宇宙合而为一 很可惜的是你见到了自己的白菩提 但是你不懂得怎么升自己的红菩提的方法 所以是没有水火祭祭 只是见到而已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后得志 后得志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师父带领你修炼 是你后天到了这个人间 经过这个有修炼的师父的引导 重新获得的智慧叫后得志 不是你先天修炼过就可以的 一定要有一个住世名士 就是我们找的这个名士不是死去的 它一定有肉身住在这个世间 然后他才能指导你们 他死去了 他在虚空中 他不能帮你 他不能帮你 他又着急 因为你是历史上是他的徒弟 他成功了 你没有成功 他着急 诸佛菩萨着急 要找人帮你 还是找佛了帮你 诸佛菩萨 他是一个对于我们人间的人来说 他是个影子身 为什么 他说话你听不懂 他来了你也看不见 他是透明的嘛 就像大家看我一样 你能看见我不 看得见 看得见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之间是透明的 我要弄个板一挡 你还能看见我吗 看不见 那么在你我之间 它有个透明体 所以你以为这个透明体 它不存在 实际上没有这个明体 你根本就看不到我 弄个东西一遮 没了明体了 你能看见我吗 但是诸佛菩萨他在你面前 你为什么看不见他 他透明的 诸佛菩萨不离世间到处来度人 他透明的你看不见他 他教东西 他的手也是透明的 你根本没办法跟他学 诸佛菩萨帮人 靠什么人来帮 他要找一个活着的人 他说话你能听见 他做动作你能看见 所以他会派一个老师到你的身边来 这个老师就是你要的诸佛菩萨 观音菩萨或者是阿弥陀佛派来的 我在新加坡的一个骨干 他当时是来新加坡 我在新加坡演讲的时候 他在台下 所有人都走了他不走 他不走最后看着我收拾要走了 他才坑气 他说老师 你这个什么神通什么 我都不要学 你能不能给我讲一遍阿弥陀经 我说你为什么要听阿弥陀经 他说我觉得有些人讲的阿弥陀经不究竟 但是我又不知道出问题在哪 所以我说好 我答应你 因为你的提醒 我讲一遍阿弥陀经 把阿弥陀经的技术方法交给你 结果他听了我的阿弥陀经 就再也没跑过 一直跟着我修炼 然后把阿弥陀经里面的实证技术方法 在讲那个阿弥陀经的时候都交给他了 这一教他知道这有真东西 所以这一下子 从开始到现在跟了我五年多到现在 结果是很优秀 他这个教的技术方法都学了 道家的东西也学了 耶稣基督的东西也学了 埃及国埃及的也学了 他没有门户之间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那么他是怎么来找我的呢 那么他就是后来才告诉我 他说我之前在观音菩萨 他家里供了个观音菩萨 整天祷告 说是观音菩萨 你赶紧派个师父给我吧 我真的不想再做人了 我真的要这一生成就 结果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就出现了 后来他告诉我 我说师父你知道我为什么跟着你不走了 实际上是观音菩萨派你来的 把你领到我身边来了 不是我找你的 是观音帮着我把你找到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诸佛菩萨帮你找老师 都是通过带着你到那个老师跟前 听了他的东西以后 你觉得受用 你才跟他学的 不是你自己 那么在这个我们过去也有一个故事 有个人他特别虔诚的拜观音 结果有一次他是个商人 走夜路的时候 一不小心掉到悬崖底下去了 掉到悬崖底下去以后 他就在那祷告 提醒观音菩萨来救他 结果祷告着祷告的 有一对人 那么是军队 他们在这个训练的时候 也是迷了路了 就走到悬崖边了 这个悬崖边听到下面有人在祷告 然后就跟那个人说 你怎么回事 他说我掉到悬崖底下了 那军队就派下云梯 要把他这个给救上去 他说你们不要多事 我不要你们救 我这等观音菩萨来救啊 然后结果人家一听 这不让我救就算了走了 他继续祷告 结果等一下有驼铃声 有一对商人也迷了路了 也跑到这个悬崖边上来了 听着下面有人在念经 祷告观音菩萨 人家弄个绳子下来说 你拉着绳子我们把他拉上来 他说我不用你们 你不要多事啊 我再等观音菩萨 然后结果是走了 人家走了再也没来人了 他就饿死了 他就在山谷里死去了 死了以后 他就死了以后 他就跑到这个阎王殿去告观音 说观音这个欺骗我 我一辈子信他 结果是我遇难 他不来救我 这个阎王一天有人告这个观音菩萨 也没办法也得招请观音菩萨来应对啊 你比方说你们的总统 你们的这个什么人家告他也得出庭啊 对吧 他也得出庭 这观音菩萨来了 来了这个 这个问这个阎王什么事 他说有个人告你 说你不救他 你这个不够慈悲 你发的愿你不对限 观音说这个人叫什么 这阎王一说 他说哎呀我派了两对人去救他 怎么没救得了呢 还说这第一队是军人 第二队是商人 我故意的让他们走弯了路 然后走到那去救他 那是个绝路嘛 一个悬崖边嘛 怎么会没救上来 那个人一听傻眼了 原来那两队人是观音来了 观音派来的 那他是指着观音 踩着云彩放着光 然后一直把它给指上去 从悬崖飞到那个土地上了 所以你们要记住 你们天天拜佛 天天求这些师父们 师父们给你们派来的是个人 是个人 并且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但是你这个人 他是个名师 他懂 你问什么问不到他 然后你求什么 他都可以帮你 求富贵 他可以帮你富贵 求孩子 他可以让你有孩子 你求什么 都所愿 悉令满足 他们都应验了 那这不是你要找的人吗 这不是你观音菩萨派来的吗 这不是那个诸神仙派给你的吗 所以大家要懂得 这是你要找的人 所以这个呢 这个要学太析法 有这个方法 叫每做都要进去 说为什么我们修到一个时候要有大护法在身边 夫妻修炼最好 那一个修另外一个做护法 因为否则人家把你当死师给你埋了 你都不知道 因为你没呼吸了 如果是连续一两天没呼吸的时候 你的脉象也挺了 就是脉搏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叫入了大定了 刚才说了 达摩祖师在故意跑到山洞里 一路定路了九年 你那个时候要有个人去摸摸他的脉搏也没了 看看他的呼吸也没有 把他埋了不就惨了吗 对不对 所以是那么历史上这种被活埋的修行者很多 都以为他死了 然后把他埋了 实际上他没死 他入定了 在涅槃中在划遍自己的肉身 只有这种大定才能划遍自己的肉身 所以我自己有的时候 你讲这个我们自己都经历过 我有的时候入定了 入定了也是这种现象 也没有呼吸也没有脉搏也没有什么了 怎么知道自己入定了呢 没有呼吸呢 然后当初定的时候 会发现怎么自己会喘气 刚才是没有呼吸 那这个时候知道自己没喘气 又呼吸 刚才没呼吸 实际你已经醒过来了 你才知道刚才没有呼吸 自己现在才会喘气的 刚才怎么没喘气 再一看时间 过去三小时了 就在三个小时里面都没有呼吸了 那么我们今天医学上有一个什么 试验你的呼吸的 说是有的人睡着睡着觉没有呼吸了 就赶紧给你治病 实际上这不是病 是每个人在状态很好 沉睡深入的时候 你像如婴儿 能婴儿乎 能胎儿乎 你在胎儿状态上自己的呼吸会停掉 这个时候并不是什么呼吸障碍 并不是病 那西医是规定了 你一次要呼吸多少次 心跳要跳多少次 他这个完全不管你什么 是在修炼还是不修炼 所以有一些标准你们要注意 要按修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不是按现代医学的标准去测试自己 这是就这个问题 注意第一 胎息你才能看到那个东西 这是正确的 第二 你得没得完整的教法 所以你不知道 这个时间我关到它 怎么使自己的红菩提 要一点点的从下腹腔 顺着中央轮脉到齐轮 从齐轮要上到黄庭轮 黄庭轮再上到心轮 心轮再上到喉轮 喉轮再上到眉间轮 从眉间轮 上去跟白菩提子要相应 红白菩提一相应 菩提灌灌顶 整个的那个光 从你的这个身体里面 要到每一个毛孔去 每一个指甲的指甲根去 然后所有的机体 要重新用这个菩提干露 沐浴一遍 叫上德如玉 在老子的经典里面 说不是这个上德如骨 上德如玉 如玉是什么 就像洗玉一样 这种能量充满全身 用甘露给自己洗的一个枣 叫上德如玉 所以我们为什么 在这个世界推行的是 熊春景教授的这个得道经 又叫博书版老子 那这个里面就是这样记载 它不叫上德如骨 这个熊老师在考证的时候 发现那个骨子旁边有三点水 那就早玉的玉 那这个从哪里知道 那庄子说 早玉而精神 就是你们只会给肉体洗澡 对不对 回家弄个喷头洗一洗 那么你们能不能给自己的 肉体里面的精神洗个澡 诸神洗个澡 诸神洗澡 他用什么 他要用内在的菩提干露 充满你的全身内外 充满各个细胞 充满你的五脏六腑 然后早玉而神 神 里面的神 神足了 精就足了 你的体力 精力就起来了 让你就特别的精神 人这个早玉而精神 哇 那个神采飞样 精神特别的饱满 所以大家要懂 这都是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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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个不懂在那个地方 浪费了自己的这个时间 所以一定要求教明师去求真法 然后体内和体外的冤心债主有何不同 两者如何处理 法会超度 可以超度吗 这个我们实际上不分内外的 没有体内和体外的冤心债主之说 内外是一个整体的 叫成于内 行于外 外面的冤心债主 你看到一个人来骂你 看一个人来说你 看一个人阻挠你 你以为这是外在的冤心债主 实际上他都源自于内在的冤心债主 也是通过了一个人来整你 所以他来自你的不内不外 你们这个因为没到那个高级的思维状态 所以还有个内外 这个首先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的冤心债主在外面是视线 在内在是潜藏 他潜藏在哪里 他潜藏在你的DNA的那个基因中 方螺旋的里面是黑字 我们人体为什么不能成为无量光 是因为我们的基因中 大家看大屏幕 这个基因DNA中有一个碱基 碱基中间有氢鉴 氢鉴里面镶嵌着眼睛看不到的光 这个光有的是纯光 有的是光外面被这个黑的东西照住了 就像这个东西 我现在把它弄水泥 掉在水泥里拿起来 拿起来以后外面已经不光了 不光了我们成为黑子 黑子里面有没有光子呢 这个里面是现在大家看镜头了 我拿在水泥里面弄一下滚一下 出来就不亮了 不亮里面有没有亮 有没有亮 不亮里面有啊 这个水晶还在里面啊 所以我们的业力怎么样才能释放呢 把包在这个透明的光 外面的水泥给弄干净 这一弄干净 是不是那个还是不生不灭啊 原本还是它嘛 原本它是光灼灼 圆陀陀,光灼灼,光灿灿 光而不要的我们的灵光啊 不是因为有黑子包着 有一坛黑的东西包着 这个东西就丢失了 它是金刚的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虽然被水泥弄黑了 但是我一旦把水泥给清理干净 它有没有被染污啊 没有被染污 它还是这样的 所以染污是因缘 万法因缘生,还从因缘 本体不生不灭 本体不能被染污 所以你的那个黑子 照这个是因为光子外头被染了一层 所以变成了黑子 这染的是什么? 别人的怨恨之气 它变成一股子能量照住了你 这就像太阳出来了 但是被乌云裹住了 你看得到吗? 看不到 今天没有太阳 不是,十二点它一定还在头顶 它在哪? 为什么看不到? 被乌云裹住了 那如果没有乌云的天 十二点 你一定看到太阳在头顶 今天看不到太阳 有没有太阳? 有 但是被你的夜力怎么样? 乌云遮住了 等乌云散开了 太阳又出来了 太阳是不生不灭的 那我们的光子是不生不灭的 外在的夜力是可以释放的 只要内在一光 把外面照住的夜力驱赶出去 黑气驱赶出去 它还是光光明明的 所以你外在的 产现出的冤情这种 实际都是内在的黑子携带 黑子携带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什么? 遗传基因 遗传基因来自哪里? 遗传基因来自你的父系跟母系 因为我们身上的基因 这种基因 为什么在传统 你看我们的基因图谱 它是伏羲跟女娃 也就是两个是一男一女 组成了人的基因 也看到吗? 大家看到这个大屏幕上这个图谱 你知道是哪一年的吗? 这不是今天人类根据西方的基因学说弄出来的 这个源自于一千年的唐朝 唐朝大家知道吗? 你现在有一千年的时间 一千年的时间的唐朝 那么它是盖在一个唐朝的古墓 那个棺材顶上的一块盖棺布 那这还得了 那就告诉你 早在唐朝之前 我们已经破译了人类的DNA 不是今天科学家才发现的DNA 这是来自父亲一半基因 来自母亲一半基因 早在我们中国唐朝之前 就是这样认知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孝道 因为你不孝 你不能够通过父母的DNA 连接到列祖列宗 列祖列宗的光 它的福报 它的福德 就不能来影响你 反到业力 因为你不孝 都成将来了 所以我们要讲孝道 要用父母 来自父系母亲的祖先的光 功德福德 来使你这一辈子荣耀 使你这辈子顺利 那么除了我们今生父母的九族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 过去七世父母 就是我们这一生 上一生你的父母不是今生的父母 过去七世 你再上一生 也不是这一生的父母 所以我们往前推 影响我们最大的是七世父母 所以我们抱七世父母 今生父母 过去的 再过去的 总共属上七世 七世父母的九族 都会影响我们 那么七世父母的DNA 它是通过我们的灵性携带 因为我们的肉体的DNA 是父亲母亲的遗传 祖先的这个七世父母的DNA 是通过你们的阿雷耶史 种子是鞋带来的 那么鞋带来之后它在哪里 它也储存在你的这个基因中 变成了黑子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是同父同母 哥哥有的病 弟弟就不会有 未必会有 姐姐有的病 妹妹也未必会有 为什么 因为它还受过去七世父母的基因的影响 不完全是今生父母的影响 这就是真相 所以我们体外的冤心债主 实际都是内在的冤心债主的外在视线 现在明白了吗 没有内外的 没有内外的 那这冤心债主 怎么样才能够被我们超度 冤心债主要得到超度 有一个先决条件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变成一股黑云 遮在我们的光子外面呢 这个老子为我们解释的事实真相 叫何大怨必有余怨 什么意思 怨恨的怨啊 所以你的DNA中的黑子的外层的那层黑的东西 叶利子 它是叶利器哪里来的 它是别人对你的怨恨 所以我们这一辈子干任何事情 你记住不要赚怨恨 你赚了怨恨以后 这个怨恨对你这一辈子 人家对你的怨恨 就会被基因承载着传代 不但影响你 还影响你的后代子孙 所以我们这一辈子 赚钱也好 赔钱也好 都不要赚别人对我们的怨恨 所以我们叫恒顺众生 恒顺众生他就不怨恨你了 你劝人家修炼 人家说我不修炼 好 你不修炼 他不怨恨你 你劝人修炼 人家不修炼 你还骂人家怨恨你 为什么 你们修炼人了不得啊 我倒要看看你下地狱早 还是我下地狱早 那这就成怨恨了 你劝人家是为善 你以为是好事 你造成怨恨了完蛋了 这是坏事了 为什么 所以说我们让别人诽谤佛 让别人 因为我们说话 生起了别人诽谤道 诽谤佛的业力 是我们自己承受的 因为别人有怨恨 别人有怨恨 所以这辈子我们跟任何的人 任何的事都要求和 叫和光同臣 只有和了才能光 这个时候你在尘速间 才不会有时速的东西染你 叫和光同臣 实际上 严格的来讲 按传统发言 它叫活光同臣 活面的活 要把这个光活成团 才能发生作用 这个后面再给你们讲 所以大家要知道 超度 怎么样人家才能够走 冤亲债主才能走 就是你必须忏悔 你必须认错 所以你没有忏悔心 你不认错 人家不会放下冤恨的 很多人被人杀的时候 求谣说 那我保险箱里有十万块 我身上还有金戒 我什么都给你 你不要杀我 人家说了 我啥都不要 我就要你的命 一刀把它摘了 那钱一分钱不拿就走了 这是什么 怨恨 恨死你了 我就是要弄死你 我就是什么都不要 所以大家要记住啊 不是说你想超度 他们就会被超度的 二手我今天要超度 你们都滚蛋 你们都走啊 你不要再缠着我 他不会走了 因为他更怨恨你了 你还骂他 你还诅咒他 你赶紧要祷告 说今天师父要办大法会了 然后这个机会难得 你看我也要忏悔 我对不起你啊 这个过去世不懂事 我的父母不懂事 我的过去七十父母不懂事 都得罪你们了 让你们怨恨了 我们现在做个三归一 大家都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僧 归一道经师三宝 我们都一起的成佛 你也放下怨恨 我也放下怨恨 咱们去成佛 帮他们做三归五件 帮他们去极乐世界 帮他们去当生成就 这个时候这些冤亲债主怎么样 算了 原来你欠我一百 现在你要还我一万 我就拿这一万走了 这样才能真正起到超度的作用 不是你们了不起 我都交了钱了 你们还不走 交了钱了也不走 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 这个前不久 我们在吉隆坡做了一次法会 这个做法会 是一次大型的超度法会 这个有一个人他有阴阳眼 他的弟弟在医院生病 他听说我们这有高人 然后做法会特别灵 他就报了名了 电话打来说我报名 我给我弟弟的原亲债主超度 然后他就报了名了 报了名了 就去医院看看弟弟 因为他有阴阳眼 还是看到一群黑咕咕咕的影子 在缠着他弟弟 一会儿要他死了 一会儿弄着他疼了 一会儿呢 说你身上这疼的 很多都是原亲债主在弄你 你肉眼看不到 这疼一下 这不舒服一下 这扭一下 这里都有人在弄你 这看不见的人 他有阴阳眼 当然他能看到 他就跟那些影子说 你们这么不讲道理 我们都给你答应办超度了 我弟弟也忏悔 我也忏悔了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你知道那些影子跟人家 跟他说什么 他说 你交钱了吗 因为办超度 他要立那个超度牌 立了超度牌 你交了钱以后 就是你要做功德嘛 交钱不是说因为你这个买卖 你真交的钱是你自己 那个钱是你赚的福报 赚的福德 所以等于你把一部分福德 一部分功德拿去做超度了 这个才灵验 他才相信 他才是真的 所以他人家冤亲债主说 你都还没交钱 哪算数 他一听这个 赶紧的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 我们都下班了 他打电话 你们别关门别关门 人家说干什么呢 说我们赶紧过来 过来干什么交钱 他说不用交 你明天来交好了 我们要下班 他说不行啊不行啊 我这冤亲债主说了 不交钱不算数 你们等我一下拜托 赶紧跑跑来交了钱 再一回去看怎么样 哎 弟弟身边的严谨债主都没有了 都走了 都走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什么样才能真正被超度 是你自己要拿福报 拿功德去换 你不是说答应你超度就好了 就行了 要真干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佛堂 这个立了这个 长久的这个冤亲债主超度牌 祈福消灾牌 很多人就觉得啊 这没所谓 那可不是没所谓 前两天我这个 这个右半边脸 老是不舒服 不舒服后来我太太就 他就劝我在这个公司那立个冤亲债主超度牌 我还想呢 我还用立啊 那我都是谁了 那原来是我发明的 我这不是说了就行了 还用再立啊 结果是这个 他这个嘀嘀咕咕的非让我立 我说好了 你打电话去立吧 结果他打电话给苏小姐说 那给师父立个超度牌啊 这个全家的冤亲债主 所有有缘人 有缘众生的冤亲债主的超度 用我们俩的名字立了 这个他电话一放下 刷 我这个脸那股劲就没了 就这么好用 立个一年的超度牌 刷 那后来我一问 哎呀这对呀 这个这个 我经常帮那些病人 这就叫横家干预 为什么人家这个有业障 你帮人家 你帮人家是因为他被业障缠着 那你帮他的时候 你拿了人钱财替人消灾 那业障不就跑我身上来了 那原情债主就围着我讨债了 为什么围着我讨债啊 因为我干预了 我又没给人一个地方安置人家 所以我现在可好把所有有缘人的冤亲债主的超度 立在我们的地藏殿了 所以我在给这些病人处理事 给一些人处理事的时候 我先跟他们拜拜 我说原今这种门啊 我在那个地藏殿已经给你立着牌了 你呢不要上我的身 你呢去那个地藏殿等着超度 我一定超度你 好吧现在更好 现在你一祷告以后 全部的从那个病人身上出来的黑子 夜吏 那股黑气 就去那报道了 就去地藏殿报道了 他不再上你的身了 他不在你身周围了 所以真正的我们才理解这个 古代师父们用这种方法 在真正有地藏的这种道场里面 有地藏菩萨道场里面 安利超度牌 他就是这么好用 这个就是你刚好借着你这个问题 我就告诉你 所以你家人呢经常不顺 你自己不顺 或者你们有什么事情 包括孩子 你立个全家的圆形在主超度 你如果是你还用一些功夫 帮别人治病 你是风水师 你是什么 你靠这个衣补星象山 武术在吃饭 那你就会横加干预 包括你是医生 包括你是什么 你在帮着别人治病 那你这个中医师 你都要立一个 所有有缘众生的冤亲债主超度牌 那你这个帮病人的时候 这些帮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 那这些冤亲债主 都在那个地藏殿里 接受你的安排 去做客 你给他订好了客房 管他吃管他喝 然后他在那静静的等着被超度 否则他就上了你的身 到了你的家 弄着你鸡犬不灵 弄着你浑身不舒服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 所以说大家要重视 这个超度 一定要找有道的道场 什么叫道场 道场 不是说你弄过佛像一摆就有道了 那要真正经过开光 地藏菩萨的道场 你一定要把地藏恩师的灵光 请到那个像上 进行了开光处理 然后地藏 用个铜像也好 用一个石头像也好 用个尼尼的像也好 那地藏才能变成地藏菩萨的分身 分灵 那这个时候他才灵 他才可能连通 通过这个法像 通过这个地藏殿 连通到地府 才能够起到安置 冤金寨主的作用 不是说这个道场有佛 有一个地藏像 他就能够起到这种作用 所以这个大家要重视 男女有阴阳之分 在调理时也要分阴阳去调理吗 这个不需要这么严格的去讲 但是从阴阳学说来讲 真的有一定的区别 比方说我们的男的左边属羊 从这个地方中轴线画 左边属羊 右边属阴 而女的刚好相反 从中轴线画过来 右边属阳 左边属阴 这是谁规定 不是谁规定 自然现象 自然现象 那么这是事实 那么实际在调理的过程中 不用这么费剑 那怎么做呢 就是用一招 叫我们内在的正气浮生起来以后 邪不可干 叫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当你体内充满着一股子正向能量 或者真性能量 那这个时候 那些不管什么细菌 什么业力 因为你体内是处于阳性环境 它都要从体内出去 散步到你周围的空间中间去 所以在中医学说中 它未必一定要用阴阳法去调制 如果用真阳法去调制 就不分阴阳了 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些科学道理存在的 当然你没有打到真阳调理法的时候 你用一些阴阳反制法 反到很有效果 很有效果 佛教的三大经典 有人说开会的冷焉 成佛的法华 这个富贵的华言 老实讲 佛经都是智慧为本的 也就是说你求富贵也好 你求成佛也好 你求开会也好 最终都要由戒定慧三根本学修行 前面都要修戒律 就要修禅定 要有禅定的功夫 止息 刚才说胎息是禅定的结果 所以禅定会有很多的实验标准跟结果出来 那么最后获得开会 只有智慧开了 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就 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所以当然为什么是富贵的华言 因为华言 这个是从龙宫中请出来的 现在世面上见到的是四数华言八十华言 但是实际在龙宫中还有很多没有取出来 或者取出来之后遗失的 就是为什么是富贵 这个太多了 太多了所以说叫富贵 不是说华言是修富贵的人要修华言 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那这个成佛的法华 为什么这么讲 法华经 佛陀在里面讲到一佛圣 或者一佛乘 一佛圣是什么 去掉三圣对理 三圣它是有 或者叫三成法 三成法它有阿罗汉法 菩萨法 佛法 有三种结果 那结果在华言这本经中 佛陀 吃责 阿罗汉都是外道 叫佛门中的外道 阿罗汉还有我 不能破我 还有一个空性我存在 到菩萨就完全无我了 在阿罗汉它也是空性光明我的存在 这是阿罗汉执着的 到菩萨没有我了 没有我的真我存在 到佛的时候真我圆满 它是有这样的不同的区别 那么在法华经中佛告诉其他圣都不究竟 你原本是佛 应该今生成佛 这是法华的精髓 什么意思 就是每一个众生你都是佛 因为你妄想并且执着自己的妄想了 所以变成众生了 你执着诸身成了诸了 你执着牛身成了牛了 你执着人身成了人了 你执着天人之身成了天人了 这都是妄想执着 你觉得人漂亮 你再漂亮的美女 你给猪当老婆 你看她要不要你 猪看猪是漂亮的 所以猪娶老婆 他一定娶个猪老婆 牛娶老婆 他也不娶猪做老婆 他一定娶个牛老婆 为什么 他看着自己的样子就是漂亮的 要娶个同类 娶个牛 所以你要知道 这就是妄想 这就是执着 你不要说你美女 美女连猪也喜欢你 连牛也喜欢你 她不喜欢你 她见了你就跑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知道 都是众生界 都是因为你执着 妄想自己是美的 妄想我人类是最尊 妄想我猪类是最尊 这都是妄想 都是妄想 碰了这个妄想就成佛了 所以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 证悟的时候 他就说 原来众生都是佛 众生都是佛 为什么现在变成六道众生呢 说说 皆因妄想 并且执着妄想而堕落 而不开悟 所以他从那开始就讲明心见性 什么意思 就要知道自己原本是佛 你的佛性是金刚的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你从来没有丢失自己的佛性 也没有离开佛性 但是你虽然没有离开佛性 你执着佛性之外的六成是自己 眼见耳见 鼻见 身见 舌见 这些为自己 你的十八戒为自己 执着了 所以突破十八戒 回到自己原本是佛 这是法华的宗旨 你真正悟道了 今生就成佛 所以成佛的法华 是让你从明心见性开始的 然后你真利用法华 就明心见性了 今生立地成佛 释迦牟尼的教法 本身就是让我们不经第二世 这是最后一世 所以叫尽此一报身 誓愿成佛道 就是这一世的报身 肉身是个报身 尽此一报身 誓愿成佛道 不是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三大奥僧奇节 经过多少世的修炼再成佛 这都是错误的理解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的原始佛教 原初佛教 本原佛教 就是教给大家今生立地成佛的方法 没有第二世成佛的 那今天是歪嘴和尚太多了 告诉你不要想吧 冒法时期了 你赶紧的去极乐吧 去极乐可好 你的同修们不去极乐的 今生都成佛了 你去极乐 要经过若干的 这个年岁才能成佛 要到极乐世界没有功德给你极了 成佛更慢了 所以在佛头的经典中 佛用一生时间只讲了三次净土 不是净土为止归 是成佛 今生立地成佛为止归 般若是究竟 那法华就是讲这个的 所以也不要想着自己修个阿老是汗 不管别人自己跑了算了 那不能 或者自己成个大菩萨就算了 那都不行 所以自己要活着成就菩萨身 进此一抱山 进行寿 这个行寿 进的时候自己成佛 这是究竟目的 究竟目的 然后呢 这个开会的楞严 楞严是讲明星见性的 所以楞严不但讲明星见性 他还讲我们修行的52个次第 他有一步一个台阶的 能够让你登上封顶的那个路指引你 让你有真正的智慧 并且他的指规像欧难 天天侍奉佛 天天伺候佛 因为他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 他在身边伺候他 又是他的堂弟 结果在楞严经还被摩登前女 弥烂了自己的心性 所以佛借着他说了一个愣眼睛 告诉只有实修实证 你才能成佛 他说你一辈子抄药方 没吃一味药 什么意思 你身上有病 去找医师给你开了药 结果你不吃药 天天念药方 你们现在学佛的很多人天天诵经 就以为自己在学佛 早课晚课 平常时间诵经 所以诵得累死了 你以为在学佛 你在念药方 OK 你要倒是照着佛给你的方子去抓药 然后还要煎药 吃那个汤药病才会好啊 这就是技术方法 所以你照着佛给你的技术方法 记载这经中的技术方法 然后好好去实证 那你才成佛 是不是 现在大家都说 拿来阿弥陀经念 拿这个心经念 拿这个楞严经念 念什么经念 你都在念药方啊 那这个楞严经 佛告诉我呢 你念药方怎么可以治病呢 所以你还没有定力 你还被人家差点坏的戒体 所以说佛为他讲明心见性的道理 一步步指什么是明心 七处真心八环变见 最后告诉 让引导欧奈 最后明了心了 明了心还不行 还要能够用佛性 所以楞严经中告诉我们 性一切者是佛性 什么叫性一切者 如来自性 他是空性的 所以如来自性是空性的 性空里面可以生出真火 叫性空真火 然后性空真水 性空真土 地水火风空 都是从如来性中化出来的 这个时候你就见性 见性你才能够用自己的如来性 去建造自己的极乐世界 建立自己的密言净土 叫心造万法 心造万物 这是在密宗中的戒步的修法 也就是当你明了心以后 见了性以后 你要使用如来自性 化现自己的月亮宫 化现自己的宝殿 化现自己的道场 在密言净土里 在极乐世界中 建立自己的佛国 用自己的佛国 接渡众生 给他们一个落脚点 给他们一个不堕落的净土 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力 成就的极乐世界净土 要师佛用十二大愿力 成就的要师佛净土 在我们的这个宇宙中 诸佛净土无量无边 观音菩萨有自己的净土 只要登地以上的菩萨 八地以上的菩萨 都有自己的净土 登地了就是有自己的国土了 有自己的地方了 所以这是楞严 所以是开会要借助楞严 才真正明了 要明了心见了性了 并且要使用如来信 这就真正开会了 所以是大家不要什么 我要求富贵 我就供华言 我要成佛 我就不是供 光供不行 不单供不行 你念都不行 刚才说要吃药 要按你们的技术方法去使着 华言有技术方法 法华有技术方法 然后这个楞严有技术方法 所以刚才讲了 一定要通过经找到法 前面开篇我们就讲了 这个开天眼要不要修行 怎样打通眉间论 是不是先通心论 天眼通是在我们的五眼六通宫中很低级的层次 我们在自己的这个颅脑腔 有一个叫松果体的地方 那这个是西方科学家发现 这个松果体里面有我们的退化视网膜 大家知道我们眼睛有视网膜 所以才能看东西 那这个松果体里面有一种 我们因为长期不用 它退化了的视网膜 也就是说它能看东西 因为你长期不用它退化了 为什么退化了 因为我们人现在看钱不用它 它是要看天才用它 你要看六余天 十八重色界天 当然上四重的四空天要用这个 叫天眼通 要天眼通 否则你看不到这些天界的东西 但是这在五眼六通 天眼通 第一是肉眼通 你们不是瞎子 肉眼就是通的 可以肉眼看到东西 那天眼通不是光看阳世间的东西 你还要看影太世界的东西 所以你天眼通了以后 阴阳界通达 所以以前的修炼师父叫阴阳先生 他既能看到人世间的东西 又能看到鬼世界 神仙世界天界的东西 他叫阴阳眼 叫阴阳先生 所以作为一个法师 你首先是阴阳先生 为什么 你要领着大家主法 超度六道众生 你要开烟 放烟火 开烟口 放烟口 然后开饿鬼道的猴 你都不能够看到饿鬼 你怎么去请他们来呀 你怎么知道他的猴开了没开呀 所以没有阴阳眼的 一概不能称法师 因为你不能跟六道打交道 地狱众生你也看不见 恶鬼道众生也看不见 所以你怎么叫法师 你怎么用法 我今天看见你们在这做 我才能讲法 我对着一片凳子给谁讲法 对不对 你们都来了 我一个都看不见 我就一看不要讲了 一个人都没有 我走吧 你在做法会的时候 六道众生还牙牙的 地狱的也上来了 饿鬼道的也上来了 天龙八卜也在 什么诸佛菩萨都在 你看不见 你看 我要超度六道众生 一个都没来 算了 今天不用做法了 当然不是这样 他还装模作样的 穿着个袍子 气得哐当气得哐当 这叫演戏 他看不到六道众生 他还装着看到了 这不在演戏吗 今天很多法会 为什么不好使 很多人在那装模作样演戏 他因为他不同六道 没有天眼通 真修天眼通 是修这个松果体 这个松果体 它在我们大脑中央 它连通在中脉上面 就是头顶百慧 到慧音的脉管上面 这个脉管上面 你只要一瞪眼 从这上面上去 它就连通天 你就往上看了 六欲天 这个十八重色界天 无色界天 你就可以看到了 他看到了以后 他通过你的这个视网膜 后面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视神经 这个地方 跟肉眼看到的东西一样 它成像 它成像 你现在肉眼看到我 它是在后脑 两个眼睛进去 就通过自己的视神经交叉 到后脑 有一个视神经反射去 你在后脑有个镜子 然后啵 把自己老师引现出来了 那这是肉眼看到的 天眼也是这样 它通过百慧上去 看六欲天 看十八重色界天 无色界天 看到的东西以后 它通过松果体 这个不是通过你两个肉眼的视网面 通过松果体 啪一影 引到你后面的摄神经反射去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真看到了 所以没有修天眼通 没有修松果体的人 他看不到这个东西 影现不出来 所以天眼通跟心眼通 是完全不同的功夫 那再往上修什么呢 修这个慧眼通 慧眼通 它就不是在修松果体了 它在修另外的一个层次 这将来到了我再给你们讲 免得误导你们 那它是跟天眼通有什么不同 这个可以讲一下 它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当你天眼看到东西的时候 你不知道因果 它为什么会这样 你不知道 在慧眼的时候 它一看到这个 我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 这不就开了智慧了 就是你明白它现在倒霉 原来是因为那个 这个叫宿命通就有了 就过去是它因为什么 今生才这个样子 比方说癌症病人 我们一看很多的 都是他过去的 是自己造杀业 当大将军 杀人无数 然后自己这个父母 九族里面 有当大将军的 杀人无数 这都是宿命通 所以他一定要通过慧眼才看到 就知道因果了 你知道 你要赶紧忏悔吧 比方说我们通过天眼看到一个人生病了 一个人生病 你用天眼要追眼 追他为什么会生病 那就要慧眼有 慧眼有它有追眼功能 说你为什么会生病 今天有一个人说他什么什么病 我一说 我说你祖坟不行 你拍个照片给我看 那这是什么 这是通过你在空性中 通过天眼看 看了以后 他的病 病上面的一个点 通过那个信息 往往一追 追到他过去了 会开了 知道他 哦 原来祖坟上有问题了 你不把祖坟给解决了 你这个病他好不了 你用药根本治不了 他这个病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真正的高功夫是要有衣补星象山 五种技术都要学 你才能做大菩萨才能度众生 所以这个是慧眼通 就是我知道结果了 我还要知道它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 知道原因了 这是慧眼 这比天眼还高一层 那在慧眼之上 还有一个什么 法眼通 法眼通 是慧眼你知道 但是不能改变 那到了法眼的时候 你这个心念一转 它的结果变了 就改变了 这个举个例子 这个法眼 他还是慧眼 他是知道 我镜子里照对面的书架上 一本书摆歪了 但是我在镜子里 能不能改变它 不能改变它 那法眼的时候 我就能改变 怎么改变 我到那边去 叫道地定观 把那个书一正 这个镜子里就正了 这就是法眼 就是有一些技术方法 可以使之改变 这个叫什么 明心就是我们说的慧眼 见性就是法眼 性一切能够改变了 把一些不吉祥变成吉祥 所以我们密宗修人 行人又叫真言宗 有一些人到我这来求帮忙 也没有别的帮忙 帮他 我只说一句话 你放心了 这个事老师知道了 我跟你讲 从现在开始 你开始转运了 一切都好了 那对方如果对我有信心说 老师你说了我就信了 真信了 他就好了 他真的就变了 这个我在新加坡 一个高级职员来找我 他找了我们新加坡命理馆 十几个命理馆 什么这个馆 都是出名的 招牌货 算了 他接下去五年都是倒霉运 要失业了 要被裁员了 财务状况不好了 家庭要离婚了 什么的 一大堆的问题 都在这五年内要出现 我说你都找别人看了 找我看干什么 他说师父知道你厉害 你帮个忙啊 你帮个忙啊 我说帮忙你要跟我相应 我说的东西你要相信 他说他也没到没办法的地方了 既然是碰运气就试试吧 我说好了 接下去五年你会比现在还好 你要相信这句话 他说我信 好了 结果真的变了 他现在比之前好的更好了 薪水是之前的好几倍 这个叫真言宗 因为师父修到一个层次 他用他自己坚定的信念 坚定的那个信 如来信 自信 如来转了 老师转了你接过去就行了 老师转了给你你不接 你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这个叫真言宗的祖师 密宗又叫真言宗 真言宗你到了这个时候的时候 修到一个层次 你就是那个大菩萨 你说什么他就是什么 师父当时教我的时候告诉 到一个时候你不可以说坏话 为什么不可以说话 有个人来了 你诅咒人说你倒霉吧 你倒霉吧 你永远会倒霉 这个人真倒霉 倒霉了他怨恨你 下辈子是你倒霉 是因为你的能量强 你让人倒霉 你把人罩住了 你的能量强 人家的弱 他斗不过你 所以叫狗嘴里脱不出象牙 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的慈悲心 训练自己的大悲心 像西藏人见面就扎西得乐 心里再怎么恨你 嘴上都是扎西得乐 吉祥圆满 吉祥如意 心里可能会很恨你 嘴上还要托象牙 不做狗嘴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修到一个层次 要说赞美的话 要说吉祥的话给别人 那因为很多人也得罪了 因为他不接我的话茬子 他还坚信 有的人得癌症了 来找老师 说老师我得癌症了 我就跟他说 我告诉你 你那不是癌症 你那就是个瘤子 你那就是个泡 那个东西可以化掉 你要有信心 他回去告诉人家说什么 那个老师你们还迷信 说张不生那个家伙 他根本医生都确诊是肿瘤了 恶性肿瘤 他说不是个瘤子 他说不是癌 你看他哪有神通啊 所以我要说他是个癌 我要说他是个肿瘤 他要倒霉了 他就什么医生都治不好了 所以我宁肯说 让他误解我是没有神通的 我没这个本事帮他 我也要说极强话 这个从我们嘴里永远听不上 你倒霉吧 你病治不好了 你这个三天就死了 两个月也活不过去了 你找不到这种话在我们这儿 明知道他两个月要死了 还说你还可以活两年 你好好活吧 给他一个祝福 加持他 希望他的冤情债主放过他 在这两个月之内 有机会去修炼 去用另外的方法还 而不要用命去还 但是有些人就是那么执着 医生都诊断我是肿瘤了 我多少乘多少的尺寸 里面有多少癌细胞 他非得把它固化 大家知道现在的科学叫量子坍塌 量子坍塌 就是定业是可转 定业不可转 未定业都可转 什么意思 你不固化它是什么的时候 都可转 你认定它是什么 不可以转了 你认定它是肿瘤 他人认定肿瘤 所有家人都认定它是肿瘤 没有肿瘤也得肿瘤了 这叫量子坍塌 他虽然医生诊断出肿瘤 我不承认它是肿瘤 家人都不承认是肿瘤 他就有机会转 把那个业障消了 他不用丢命 受点罪 受一刀隔了 然后病就好了 周围的人都说他都肿瘤了 两个月要死 那他就很难再活过来 这叫恶信息的恶加 叠加 这个叫量子坍塌 量子坍塌的理论是告诉 在事情未定之前 它都有两种可能 是死的是活的 你说他是死 所有人说他是死 他就是死了 所有人说他是活 他就活了 这个叫量子坍塌 你的意识没定性之前 都是两种可能性 说我们为什么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保持自己的善念不动恶念 这就是量子坍塌理论的应用 靠自己的心念起行动念处修 而不要去炫耀 你们香港人也很喜欢算命 你们很赞美一些算命师的功夫很厉害 为什么算得很准 他算到你今天三点钟要撞车 你说你真撞了 然后你这个感谢啊 拿着点心拿着酒去感谢 你说你有什么智慧啊 你就是撞了车了 他不算也要三点撞 算也要三点撞 你还能够再浪费钱在他身上 你倒找那个算命大师 算命大师他算准了你三点钟要撞车 他告诉你好了 我给你化解了 这个不会撞了 然后你三点真的没有撞车 然后你老人家的怀疑心又起来了 他说可能我原本就没事 他故意吓唬我吧 人就是这么恶心 真撞了 好死啊 这个大师有名啊 最后说你可能三点撞车 我这边给你用咒 用本尊法给你画一下 你说这个师父竟他妈骗我 竟要多拿红包 你看我没事啊 我没撞啊 没撞没撞三点也啥事 没有啊 那怎么 他不准 所以你们这个是没有智慧的 你本身不算也要撞 算了也要撞 那你算了干什么你告诉我 找命理大师是把命中的恶要实现之前 用清音消夜法 用悔过千善法 用各种的技术方法把它化掉 没有了这个病苦 没有了这个恶的实现 这是你们的智慧中应该明了的东西 要找这种大师 这个梅间轮实际上它的中心 它是从梅间 梅的两个中间 这有一个凹槽 你们自己弄手 这个每个人都有 你不要以为你的骨头都是铁板一块 没有它是有缝隙的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按 怎么按呢 循环着按 就转圈按 这有一个凹槽 看见了没有 这个凹槽是个三角骨 它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骨 这个三角骨里面是什么通道呢 是两根脑袋的中间的缝隙 所以现在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很值得赞叹 因为现在有解剖术了 那古代是没有解剖术的 那么现在知道我们大脑 脑袋不是一个 脑袋是两半的 两半的 中间有个缝 你看脑袋中间有个缝 缝这个地方 刚好脑袋中间有个通道 它这个横向通道 是从我们的天幕到后面的预准 纵向通道是从我们整个的头皮拿掉以后 这个表层骨拿掉以后 里面是个中缝 中缝的中央是百慧 连同慧音的那一个通道 人体里面很多空腔的 不是你以为的就是这么一个大块肉体的 而是这在古代早都发现了 所以它这个眉间轮是以这个为起点 在进去大脑正中刺激松果体 所以形成的真正的那个轮是在松果体 大脑正中的那个轮 它有两个线路 一个向前一个向后 所以是它有两条脉线连接 这个叫眉心轮又叫眉筋轮 真正的轮是在体内正中央的 那这个炼天眼瞳要炼这个地方 比方说我们的止观法就是炼这个的 刺激自己的松果体 是自己能够上看天下看地 内看五脏六腑 照见五云皆空 今天的时间不允许 那么是不是先通心轮 心轮你不经过颅脑腔 胸腔下腹腔还有五脏的修炼 心轮是打不开的 心轮在哪呢 心轮是在我们的降宫往下的黄庭正中央 那才是心中心的轮 这个轮表层有九层铁帘把它封的 就是什么叫九层铁帘 它这个是一个莲花包包住了中央一个点 它外面是八脉 前后左右左前右后 右前左后八个莲花瓣 然后它为了保护你的中央的这一点 不灭明点 就是你死了它都不灭的 要带着你去转世的那个明点 它叫不灭明点 要保护这个不灭明点 不被再染污 所以它外层有一层铁帘花 它是金刚不坏 所以用铁来形容 所以它总共一层包着 还怕它有染污 它还有一层 总共是九层铁帘 八九七十二 所以再加中央九 因为中央还有一个点 七十二加九八十一 这个叫九九八十一难 你要修开一难 然后就打开一层铁帘 总共要修开九个莲花 所以这个都是科学 所以这个叫九重铁帘 护住了中央心轮 所以你不经过颅脑腔 胸腔下腹腔 五脏六腑的低音增扬 就污染了你的命马上就走了 所以什么时间去打开心中心的心轮呢 是要经过体内的低音增扬 五脏六腑的修炼 上中下天地人三才的修炼 到第九重才打开 这些都有基础方法 所以不是上去打开心轮 打开心轮之后 你真正的心轮成就 你就是佛了 所以有的人说 这个师父说 那个丹越修越大越修越大 你能到大到哪去啊 你的丹越修越大 有地球大吗 即便你的丹有地球那么大 地球在整个的一百四十一年宇宙中 还找不着了 因为它比沙子还小 那又算个屁啊 所以这是错的 这个不是明师 明师教你听着我的口诀 它叫见小越明 什么意思 它要由大越修越小 越修越小 小到什么小呢 小到比牛毛的一百万分之一 还小的一个点 那是什么 那是光子 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一个光子 所以你最后 它就要拿入戒子之中 还不为小 就是戒子大家知道 比芝麻还小 它比那个还小的一个点 那这一个点修成了以后 因为它是你的真正的不动的明点 真正不动的明点 它一修成了以后 你整个虚空法界坍塌 进你的明点 这个时候有你的明点 叫珠珠相应 就是你在法界中 一个明点里面 建起了自己的净土世界 密言坦诚的时候 因为它是在光子中建立的 所以是所有的光子 都是同毒属性的 一个光子成了 所有的光子都成了 这个时候 近虚空 变法界的光子里面 每一个只要一点光子 跟你的这个光子是全息同频 你有什么 它就有什么 你建了怎么样的净土 整个的虚空法界 都有你的净土了 所以是见小月明 是越修越小 小到一个点上去 这叫新点 那就修成了 近虚空变法界 都在你的心里面了 所以不要越大 你能修多大 刚才说 你能修 你的肚子在修 你修香港这么大 已经破肠破肚 不可能修到那么大的单 对不对 你何况地球还大呢 能修到地上 所以这都是不得绝的师父 有些师父他得一点绝 他就蒙你 不行的 我当年跟师父修学的时候 师父就让我发誓 他说发什么誓呢 我熊老师 熊村里教授 他是我的恩师 然后他让我发誓 说你将来修学 跟我修学 我不让你出去传道 你不可以传道 那个时候我刚见面 要拜他为师 他就这样要求我 那我心里在想啥呢 我想 原来我跟你修学 我一辈子也不能当老师 只允许你赚钱 不允许我赚钱 师父都有他心痛 我这一起心动念 师父就在那说 你在想什么呢 你 什么赚钱不赚钱的 恶心不恶心啊 这是道 这是什么钱不钱的问题吗 他说我告诉你 这个法能杀人 你以为传法你就能够度人 不是 你传的法不完整 传法不究竟 会伤害到众生的 说我们有些同修 练到气脉乱了 说我们烂学 学了一点 结果不知道下面再怎么做 乱套了 伤害了自己的行身 伤害了自己的肉体 我们人生难得 肉体有问题了 那你怎么往下再修啊 这师父与众心常的开导我 说法能杀人 从古到今 我们的历代祖师 为了验法死了很多师兄弟 就是练就练出来 练不出来就死 死了以后师父总结 你为什么会死 你走偏了 我教你这样 你非得往那边走 他就立下一个东西说 不可以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师兄也死了 这个师父最后又立下 不可以这样 这就形成了戒律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所以为什么历来重视师徒传承 你想那个师父能传徒弟 他是死了还是没死 他是练出来没死 他练出来没死 他就知道躲避那个风险了 这是为什么你们要找师徒传承 有肉身的师徒传承 他练出来他没死 他好用啊 你老人家到去看书学 或者跟那些不知道他练了死不死的人去学 有的人说 我今生研究了 我创立了一个更快的方法 你就赶紧跟他去学 甚至有些人来诱惑你 我是第一代祖师 你跟我练就是第二代祖师 你在龙门派都多少代了 你在什么华山派多少代 你跟我就是第二代 这种人千万别跟他学 什么时间开始练他 等看他的死相如何再学 他死了真的飞生了 赶紧跟他把他方法拿过来练 死了得重病死了 被车撞死了 巴难死了 这个不要再跟他学了 他连的德行都没有 天都不忽悠他 所以历来师徒传承 不敢改东西 像我跟师父们学的东西 一点都不敢改 并且我一定标明 这是哪个师父教我的 我不敢说 这是张卜生自己创编的 因为法无我 人无我 你必须是口耳相传的东西不能改 所以师父很严肃 口耳相传 历代祖师死过人了才知道不死的方法 特别在唐朝的时空转换点 从守义法到金丹法中间 有一些师父的师兄弟们 为了验法死了很多 所以才总结出一些不死的方法 最后传代经过几千年传到现在 大家不要去乱学东西 要真正的找这种真正有传承体系的 试图传承体系学东西 才能确保今生成就 这个心轮刚才讲了 是我们在一定的时期 你的体内的阴阳转化之后 才帮你指点你怎么去开心轮 心轮一开以后 你就开始性命双修 就是肉体同步的转化 开始透明化、亮化 针灸是不是破气的 道价用气功枝 扁确年轻师不采用 针灸替人治病 扁确也是看了天眼的 这位不知道是哪位同修提出来的 所有的医生不是年轻的时候厉害 中医师也好、功夫师也好 都是胡子一大把才厉害 胡子一大把他还活着 就证明他的方法是有效的 他自己实践成功了 所以扁确二十几岁不用针灸 那时候他不知道针灸的厉害 针灸是通过针刺、空穴 从空性中释放光明 传达到五脏六腑、经络、四肢百合的 高级气光阴的方法 气光阴的方法 当然这里面要找师徒传承的针灸师给你针 现在很多学院派的 他不懂这个东西 他都不讲气 你像我们针灸扎下去 一定要经过半个时辰左右 就是四十五分钟到六十分钟的时间 流针、气在里面转半个时辰 那这个并且呢 必要的时候还要用太阳神针、太阴神针的咒 连通天地 还要解解界 解五行解界 把体内的业力给你释放出来 这是道一系统中的核心的技术方法 所以大家不要说谁谁谁不用针灸 针灸就不好 针灸迫弃 没听说 针灸是通过补泄二法 如果体内多的要把它泄出来 体内不足的要把它补回去 它是极单科学的高科技的技术方法 那也不是你不相信它就不存在 相信它就存在 我跟我师父穷教授到德国去以后 我们也没有别的什么本事 那都到了没有饭吃的时候 房租也交不上来 我跟师父带去那点马克 那个时候还是马克 不是欧远都花光了 最后没办法怎么办 师父说那干脆就治病吧 我说怎么治病 针灸啊 我们还带了点针不是说吗 就给人家治 我们叫内功针 师父扎上去以后要发功 发气 光 倒进去 治谁呢 我们治了一个医生 这医生很有压力 精神压力 身体也病得不强样子 西医 他是家族医生 爷爷内在就是医生 爸爸也就是医生 他也是医生 病得不行了 最后师父就救过来了 他就是很神奇 你也不给我要吃 你也不跟他什么东西 你这个几根铁针子下去 我就好了 因为他不懂针灸 从来没听说中国的针灸怎么 行了 是这样吧 我是家族医生 我爷爷那一代 爸爸那一代 到他这都是医生 他这个病人老去了 但是他很烦恼 为什么很烦恼 很多病人呢 很相信他 不肯转院 不肯去看别的医生 这个德国人特别可爱 有个什么可爱呢 就是爷爷在去找他的爷爷看病 爸爸去找他的爸爸看病 这一代又找他来看病 叫家族医生 家族病人 他不肯去找别的 不换医生的 很忠诚的 但是又治不好人 现在病这咋办 这师父把他治好 他高兴坏了 现在我的病人开始跟你这个挂号 然后你来我诊所 帮我的病人治疗 从那儿我们爷儿俩才有饭吃 我们传道很辛苦的在欧洲 那个时候 普通的医生扎一针十马克 我们师父一针八十马克 那还对 他一天只接六个病人 为什么 用内供 第五个他就冒虚寒 到第六个他就有点吃不住劲了 赶紧炸完了 赶紧要吃东西 我后来传承他呢 我在新加坡一天内供针就不超过六个 超过六个我也冒虚寒 能量不够了 那是真的给人家命 是我们体内的光 是你的生命能 是要通过生命能转换给人家 用这个起光 富归起明 帮助他重新修复那道场的光明 他不是这个 人家别的中医师一天扎三百个也没事 这个五分钟放一个针 哪个五分钟放一个针 那就是不好 那真正找到懂的 他是扎在空腔里面的 我们体内的空腔叫骨空 骨头跟骨头中间的空 就是穴位 那就是治病 那就是治病 这是传统中华 传统医学的一大贵报 要好好的找名师来帮你治 死前患病截之 死后不全尸怎样不救 这个是真的 你不要以为这个人讲的是不对的 这个铁拐礼大家都知道 他是个瘸腿的 他的一段因果是什么呢 所以他最后通过这个出神入化法 神迁出体外 再回来的时候 他的尸体已经被他土地烧化了 他没有尸体入 所以他的神使回来以后 他没有办法 就是要赶紧计较前 第七天计较前一定要入体 不入体他就只能成为游魂了 他就不能再入体了 不能够再活过来了 这个时候尸体已经被烧了 他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马上要计较了 他突然看到这个林子里面 有一个老乞丐死了 老乞丐死了以后身体还温的 所以他赶紧牵食 这个在道家也有 佛家也有叫牵食法 他把自己的神使 碰入到了这个乞丐身上 结果他一站起来 胡登摔了一跤 这一看怎么 瘸腿的 瘸腿的 刚好他在这个水边 一看 哎呀这个丑的又不得跳 又瘸又丑 结果他就碰 他就要从这个尸体里跳出来 这个都叫牵食法 将来都有的学 有的教你们的 然后这个 这个时候空中观世音菩萨来了 就跟他讲说 你都嗅到了这个空性了 你还嫌自己丑 还是瘸腿不瘸腿吗 他这也太难看 丑就丑吧 这腿瘸这怎么做神仙 观音菩萨说 你回一回一样 你为什么会瘸腿 这个时候他宿命通 他练成了宿命通就这 他这一提醒 他往回一看 原来上一世他是个仙人 修神仙书的 他都一百三十多岁没死 但是他那辈子发那个誓愿 就是不碰女孩子的手 不管年纪大年纪 女的他就不碰 不碰女人身 所以你们到寺院 不要去磨人家师父的手 人家有的这个持了戒 就被你破了戒了 所以师父不伸手 你不要伸手握人家的手 要他拿十足间的力 赶紧伸手 师父看你伸手 又不好意思 结果他受了戒了 你破了人戒体了 然后这个老神仙 他就是一辈子不碰女人身体 一百三十岁了 但是他还没究竟解脱 这一天坐着船 从这个上游要到下游去 结果一看水里面有一个女人死了 头巢下 长头发 穿着衣服也知道是个女的 这个也不知道她是死了 还是刚溺水了 有救没救 就她一个人 她说我要救这个女的呢 我就坏了自己的戒体了 我要不救她呢 于心何人 我这个修行者 别人又旁边没人 这怎么办 最后思想斗争决定 还是要大悲心 还是要救 破了就破了吧 然后结果她就去用东西 拉这个 要拖这个女的上船 结果这个女士已经死了七天了 结果一拖 一条腿 拖断了 拖断了 所以是这个就是后来拖上来 她一看也死了 也没办法救 结果她心上就窝了一口火 这一口火她也死了 老神仙也死了 死后了 这就是铁拐李师父转世 她一转世挺漂亮的 因为她上一辈子修了这个功德 结果在她成就的时候 要还人家这一个因果 弄了个瘸腿神仙 她一起这个因果的时候 哈哈哈哈 原来我就是一个因果的视线 罢了不患了 这个鸡又叫了 结果她就入了体 就得了个仙体 是个瘸腿的 这个时候观音菩萨 从空中扔了一个铁拐 一个葫芦给她 让她去传道 肉身传道 那这个故事真的告诉 我们死的人要捐自己的肉铁也好 或者死前结枝也好 那这些都是因果的一些报应 尸体不全 死后的来世也有可能不全 所以是那么怎么去解救这样的事情呢 如果是你还活着的时候就有办法 什么办法呢 那就多用捐赠的方法给别人捐拐杖 捐甲支 你是结了腿了 捐轮椅 那这个方法的功德可以使你来世 丢腿丢胳膊的因果得到化解 用功德力可以抵消 再就是好好地忏悔业障 这个业障下一辈子不再视线 那再就是最好你找到空性 有正见的师父去求学空性 在空性中可以画出一条腿来 光中画佛无数 你画一条腿有什么了不起啊 所以我们修行人 你即便腿没了 你也要关自己那有一条腿 不要当成没有腿 你因为你的意识中没有腿 所以是下一辈子你再转世就缺腿 它是这个 所以你意识中已经空性光明了 天天关着自己 那跟真有腿的腿是一样的 那就死了以后它就不再 下一辈子意识中就是全的 它就不是不全的 再就是注重遗体捐献 遗体捐献好不好 如果你老人家修到空性光明了 你再签捐献协议 这绝对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的这个物没用了 你可以利益众生 所以藏传佛教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尸体弄碎 喂老鹰 骨头砸碎喂老鹰 它因为它活着就天天修空性 修空性光明 死了这个肉体要的粉碎 粉碎这个形骸 不留这个念性 所以它就容易解脱 因为它有中阴救术 有死的时候的中阴解脱法 人家都修了这个了 我们汉地不修炼的人 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尸体完整性 你下一辈子才能得一个庄严身 这是两回事 西藏的传承不适合用在我们汉地人的传承中 汉地人都不修空性 太贪 太软 所以说你又贪又燃 你的记忆中又带了个不全的信息 下一生就少了很多东西 就不利于你一个完整的行身去修炼 捐献各种器官也是在完全自愿 并且自己有空性正见的前提下去捐献 否则你死了之后你会后悔 因为基本上是我们佛教中有这个传承 道教也是 人死之内48小时不允许动它的肉体 你即便去动它的肉体 它的神史还没完全迁离身体 它会知道疼 它这个灵微波壳 它要一点一点一丝一丝的灵光 从肉体中分解出来 它要48小时完整的才能分解完 但是我们修行者得意生生 活着就进行身心的分离 心神的分离 神灵的分离 这个都是严格的次第 所以说我们活着已经从肉体分离出来 死的时候你会软着死 那个时候无所谓 身体就不会如灵归波壳般的疼痛了 就会潇洒的处理自己的行神 你活着都经常在身外了 何况你死了呢 所以有的人打坐的时候见自己 哎呀怎么山越来越小 自己越来越高大 实际上是你的神离开你的躯壳 已经出了须弥山 离开了这个地球的这个山 到了银河系 到了太阳系银河系了 你的神是这样的 过去是你修过原神体 修过得意生生 这一生你一打坐 连通啪就出去了 这都是正常现象 不是什么害怕的事 你要懂 要找个懂的师父指点你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家属替他把眼交毛也捐了吧 完了他怨恨你 怨恨你 并且他下一辈子来他也是个残疾人 所以这个要注意 这都是后天世界 什么 鼓励大家捐这个捐那个 实际上不是一个什么正常现象 如果老人家好好修 修到空性正见了 我建议你全部捐了 连骨髓 连骨头砸成渣子 喂老鹰去 那就彻底干净了 因为不留一物在人间 你走了 你留他干什么 你没有空性正见 还是要如理思考 因为你还要准备下一辈子有个好的行山 那就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肉体 第三次世界大战 易经56贯 在阳年发生推散 2027年是不是这一天 前面我也讲了 即便是我也不能告诉你 但是我跟你讲 什么东西都是可变的 这个变光通人的力量不能变 他要通过无形中的实法界 集体的力量就能改变 去年 美国跟朝鲜叫得最厉害的时候 美国派了几艘航母舰队 到了太平洋 东太平洋 准备跟朝鲜开战 那个时候我带了一群人 到了东北龙脉的罗布森山 在温哥华 加拿大那一带去了 冰天雪地 我们去了 去了以后后来我跟大家告诉 说我们来这一趟是干什么的 就讲了 所以我们来调挺阿修罗 与人间 与天道众生的纠纷 那么这里面谁是阿修罗 大家去猜一去 谁代表阿修罗界在人间 谁代表天道在人间 谁代表人道在人间 你们自己去对 我在这里不讲 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今天有直播不好讲 但是我们调挺之后 我们用孔雀冥王咒 这个贯通2000亿年的一个咒语 到弥勒菩萨下世都要用的 孔雀冥王经 孔雀冥王咒 我们使用了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经咒一起以后 使法界众生 所有有怨恨的都不可以相互讨债了 所以阿修罗界天道人道重新做下来谈判 因为他们不可以打了 谈判的结果是不打了 阿修罗也不怨恨人了 阿修罗也不怨恨天了 天也不可以惩罚阿修罗 天也不可以惩罚人了 世界要和平了 所以我们就对外宣布了 我不是没有公开宣布 我们是在内部的课堂中讲了 我说美国跟朝鲜不打仗了 东北太平了 但是在同期 这个台湾香港的所谓的一些大的 疫情诗、风水诗、命理诗都出来讲 朝鲜跟美国在2018年的2月到3月期间 要开战了 统一的 你相信你们香港这方面的咨询也是很多 我在台湾一个学生 他对我就特别有信心 因为他听了我那一场报告 他就跟周围的人打赌 我师父说了 这个绝对无战事 东北无战事了 那咱们打赌 如果是你们开战 我输什么给你们 如果不开战 你们输什么 没一个敢跟他打赌的 但是事情过了以后 2、3月份太平了 并且美国跟朝鲜 北朝 他选择在新加坡签和解协议 老师就是在新加坡 所以他们去找谁了 当然去找老师了 所以当然这些我们对外都不讲 你们从来没看OOS拿这个在大费篇幅报道 什么报纸报道 我们不讲 为什么 没意思 我们学佛的人 我们修正法的人 这点事太小了 什么时间人类都成佛了 众生都成佛了 是我这大愿 是我们究竟成就了 众生不成佛 我们也是不成佛 娑婆世界众生不得度 弥勒菩萨的净土不实现 弥勒菩萨也不成佛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世间的这些什么意义啊什么 这些都是在变化的 为什么 你这个意义还出不了六道 还在六道 它是属于天道的一个演算方法 那在一真法界 原来完全突破了这个境界 它就义无体神无方 完全就破了 所以说不是人能算得准的 算得准他也不准了 这就告诉你 说不用担心 我们这个全世界的跑着红阀 香港这边我们已经亏了一年了 大家知道去年有的来过我这个地方 从去年舒展到整整一年吧 这个房租你们给我算一算 这一间房子要多少钱 你们香港人当然知道要多少钱 就这一间房子一个月租进三万多港币 我一年在香港放了三十六万港币 一分钱没赚你们的 为什么还要放 为什么还要放 因为这里建了一个道场 有一个道场就可以负责一个地区 去负责我们这个区域的人类和其他众生 所以道场建起来就不要拆它 它不是钱的事 所以大家以为我们都是赚钱 有这么傻的赚钱的吗 如果我两三个月找不到学生 按照一个文化公司 我早就要关这个办公室了 我顶多赔两个月的租金 我不要了 人家再租给别人 我为什么还要放一年呢 还要赔上几十万港币呢 所以大家要知道空性的力量 维持着一个地区稳定 展现出一个道场的空性光明的一个力量 这要有气魄的人才能干的事 所以我也受攻击 一些股东 一些董事也是在诽谤我 这个人不懂经营 那么一个学生没有 他做个地方在那儿 他不懂 不懂道 就是要用这种空性的力量 光明的力量 这个你们慢慢修学就懂了 他不是钱的事情 你们是按钱去算 我们是按众生需要来做 所以骨灰海藏 对死人和后人有没有影响 影响很大 一个人没有修炼成功 他的尸体和骨灰上 就全息携带着今生剩余的生命光 这叫灵光 在佛法中强调 灵光收拾圆满使成佛 说是在我们汉地特别重视坟地建设 那么注意入土为安 那么我们诅咒人都说 诅咒他什么死五葬身之地 对不对 但是今天很多人类真的死五葬身之地 只能放在骨灰窝里 放在骨灰塔上 入土为安 你即便放在骨灰塔 也要选择地下室 就是在地面层次以下的位置 不可以在地面以上 暴露在阳世间的阳性能量中 那祖先是不安的 入土为安嘛 那么目的为什么要入土为安 是保留尸体上的那一点灵光不再散 因为在尸体上我们还有一个神叫守施鬼 守施鬼他是携带着一些我们残余的生命的 我们人体有三魂 天魂来自宇宙虚空 地魂来自我们脚下的地球 人魂来自父亲母亲 给你的父亲母血成就的肉栓 所以这三魂七魄是真实的生命体 死后天魂回天 所以我们说人死谁谁谁死了 他回天了 这是真实的 还有一个爽灵叫地魂要入地府 找阎王报道 安排他下一世的转世 人的下一世的转世 只有两魂参与 就是天魂跟地魂的参与 因为下一世的父母是新的父母 新的生命体的人魂 要靠他新生父母再给他一次 那么这一世的爽灵变成 这个幽精变成守施鬼 守在他的骨头跟骨灰上面 那么要把它妥善安置 这个灵光保存的时间就长 等待着你某一世修炼 自己再回到人间来收拾尸体 或者灵骨上的骨灰上的这一点灵光 这就叫收拾灵光圆满实成佛 所以一个修行者到了一个时候 师父会安排你到世界各地游方 游方的目的都是要去收拾你曾经 某一个时空在那生活过的 遗留在那里的尸体上的那一点灵光 就像吸铁石一样 要把铁钉一点一点的都吸回来 吸到圆满了 灵光圆满了 你就成佛了 我的师父熊春景教授在栽培我的时候 他就指点我 你今年要到江苏走一趟 你明年要到陕西走一趟 你哪一年你要到青海走一趟 哪一年后来师父就亲自带着我去希腊走了一趟 到希腊以后我到了雅得那神庙 到了周四神庙在那大哭一场 自己看到自己过去世 几千年前在那作恶多端 一些影像忏悔 最后灵光收回来了 所以是因为你要把那一世的业障清掉 还掉那个债 你才能够收拾自己的灵光回来 人家才放你的灵光 所以是我们传统的修道 不能一世成就者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尸体 那么不修炼的师素人 他为什么要留后人在人间 也是为了他的后人修炼 到一个层次能成磁铁的时候 帮他吸灰那个灵光 或者他某一世转世 自己修成在自己来收拾灵光 所以靠后代子孙妥善保管他的遗体和遗骨 今天我们不懂阴阳界的规则 不懂三魂七魄的真实现 所以是号召洒在大海里 洒在树林里 这叫不孝之子 为什么不孝 以前是把自己的仇人错骨扬灰 以前都是全尸安葬 然后对有仇的人要把它挖出来 然后把它烧了 烧了以后细骨还要砸碎了 错骨扬灰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永远不能成佛 这是一种诅咒 那今天我们很多儿女 就在诅咒自己的父母 诅咒自己的亲人 把它撒到大海里了 把它撒到树林里当肥料了 这是不孝之子 这是仇人 把自己的父母 把自己的长辈 当仇人对待的方法 所以大家要懂其中的科学道理 所以不要打着环保的旗号 去破坏人灵光圆满的成佑 那有的人说 那老师我这有的已经撒了 有的已经什么 这怎么办 也有办法 好好跟老师修大圆满法 修空性证件 当你修到心中心 最后要圆满的时候 宇宙近虚空法界 都要回归你的那个点的时候 你撒在大海里的灵光 也可以收回来 那么对后代子孙的影响大不了 相当大 隔代影响 爷爷一定会影响孙子 我的徒弟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案例 他这个当时不认识我 后来才认识我 他给父亲选择了海葬 父亲八难横死 年纪轻轻得病死了 他就选择海葬 就把骨灰瘡沉到海里去了 结果他沉到海里以后 家里整天湿漉漉的 就是他活的那个空间 就湿漉漉的 他的女儿也得风湿 家里也是到处的出事 母亲也生病 后来认识我后悔 毁之万一 因为他骨灰已经沉在海里面 他还是整潭 骨灰潭 采用海葬 海葬适合什么人呢 适合海上生活的局面 比方说渔民 海军战士 这些都适合海葬 为什么 他们有抗风势的能力 你陆地生活的人 千万不要选择海葬 这个受不了 家人也受不了 因为你遗传基因里 没有这个抗风势的能力 所以这些都是科学的全息道理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也就答疑到这里了 对你们的网上聆听 对你们的现场到来 再次表示真正的感谢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探讨 成佛之理 成道之理 今生一起 继此肉身一生成就 好 谢谢大家 晚安 好